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6月1日 科技部部長楊宏敦率統有關人員 6月2日 教育部部長潘文忠率統有關人員 指揮黃昭吉委員國書 報告事項 5月30日 1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 議事確定 2 教育部部長就教育部施政理念與政策列席報告 並被質詢 本日議程有委員柯智恩等20號人提出質詢 進行教育部部長潘文忠及相關人員集體答覆說明 另有委員期字節等於順便諮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 1 對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順便答覆者 選相關機關於奧州內宋教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再委員另言指定期限者重啟指定 2 本案報告及巡討結束 因此提案共同立法院軍招案通過 6月1日3 科技部部長列席 Au報告並被質詢 加郭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列席被詢 本日議程有委員吳智陽等18人提出質詢 進監科技部部長楊宏敦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張冠群及相關人員集體答覆說明 決定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順便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於奧州內宋教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應行指定期限者重啟指定 2 本案報告及巡討結束 因此提案共六案除第二案至第四案 修正通過其與今招案通過 6月2日4 教育部部長就105學年度大學學會 學長會調整列席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5 教育部部長就校外民族與性別平等列席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日議程採證政府虛打委員柯智恩等20人提出質詢 進行教育部部長庭倫中及相關人員集體答覆說明 應有委員許申會之順便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對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順便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於奧州內宋教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應行指定期限者重啟指定 2 本案報告取詢結束 因此提案第一案至第五案修正通過 第六案並第七案處理 第七案經決議尊重第六案支援者本案招案通過 先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記載錯誤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議事錄確定 包括委員會今天的議程為邀請文化部部長就台灣出版市場的困境與突破 列席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同時加邀財政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業務主管列席備詢 首先介紹本委員會今日之出席委員 那麼有包括我們蘇巧惠委員 還有我們柯智恩委員 今天來的政府部門有我們文化部的部長 曾麗軍政府部長歡迎 那還有其他文化不同我就不一一介紹 然後另外我們有邀請到陸委會的文教書處長華世傑 歡迎 還有財政部副稅署副組長謝惠美 好 謝謝大家 那我想那個陸委會就出面報告我們就不另外再做口頭報告 如果有問題大家再提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請文化部長進行口頭報告10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那首先感謝教育文化委員會今天安排這個會議的報告 就台灣出版市場的困境與突破 向大家來提出我們的這個思考跟對策 那我們有一份書面報告請各位委員參閱 那我口頭報告部分我來做一些思考上的一些補充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台灣圖書出版業的現況 我們觀察到圖書出版業的產值持續的下滑 那不利於出版業跟通路業者的經營 從101年出版這個圖書出版業產值從352億 降到103年的243億 那麼持續的在萎縮中 那麼我們也擔心說 今年105年恐怕會持續的下修 那第二是出版書目量有增加 但是印製量是減少的 所以造成出版業者工作的負擔 平均每本新書的印製量已經下修到2000冊 那第三是整體出版業的萎縮 它會不利於新書創作者的投入 新書創作者產品的比率下降 那麼以新創作者的這個來看的話 它一年如果出版一本新書 版稅平均收入不到10元 事實上是不足以來支應生活的 那第四是大小通路業者 它的進貨跟銷售折扣能力是不同的 那嚴重來衝擊小型業者 尤其是單一的自營書店或獨立書店 它的競爭對它是不利的 尤其是在營銷成本等等的這些影響下 那麼小型通路給消費者的折扣 一般是沒有辦法跟大型通路來比較 所以更不利於小型業者的經營 那最後一點是在這個產業的 這樣的一個面對挑戰的情況下 我們的從業人員他們的薪資 基本上是難以提升的 五年以上的編輯跟行銷人員 平均薪資不到4萬元 那我們也憂心說這個從業人員 那他們是不是有可能會造成人才的流失 那第二部分向大家報告 我們除出出版業它面對的外部的挑戰 首先是產業外部環境的變遷 我們看到國內消費端呢 因為少子女化的趨勢 讓消費者持續的來減少 那第二個趨勢是數位資訊 跟網際網路的資訊的擴散 它替代了實體圖書 知識提供的功能 那所以也間接的造成 這個圖書出版的這個萎縮 那第三是通路的減少 也就是書店的持續的減少 讓網路世代對於實體圖書 直接接觸的界面跟節點來消失 那麼圖書的閱讀率就更為下降 那最後是台灣薪資環境的惡化 我們平均薪資十幾年沒有成長 那麼也影響到逸文的消費 這是整體產業面對外部的挑戰 那麼造成圖書出版業本身的困境 我覺得最重要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這個市場競爭的狀態 是不公平的 非立足點平等的市場競爭狀態 當中最重要就是折扣戰的因素所致 那麼我們來看說台灣進貨折扣跟銷售折扣 它其實是都有彈性 兩者都是不穩定的 那是全球我們如果跨國比較 它是最不利於出版業經營的一種營銷的模式 那通路業者透過自己的營銷能力 像出版業者他可以取得比其他通路業者更低的折扣 然後他又透過這個進貨成本的下降 再提供給消費端更優惠的折扣 他就會取得更大的消費市場 那麼會持續壓迫小型通路業者出版業者 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這個折扣戰是一個出版業惡性循環 一個非常重要內部的結構性因素 那第二個是在這個書店的經營的部分 獨立小規模的經營的模式呢 它缺乏資本跟跨界經營的能力 那它比較難以因應資訊網路跟多媒體發展的科技的趨勢 跟消費的潮流 那出版社的獨立小規模 以及書店小規模經營的方式 基本上都不利於來因應跨界跟這個數位時代的一個趨勢 那譬如說我們看台灣出版單位的收入來源 85%來自於資本的收入 其他非圖書類的收入大概不到10% 所以這個目前對於這個跨界或者是整合的經營方式 要來擴大營收有待於再進一步的突破 那就以上的這個趨勢的觀察 我們希望說今天提出來未來來提振出版產業的一個政策方向 請委員來指教 那總體目標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對於創作者友善 確保創作自由多元的圖書出版環境 價值跟產值創造並重 提升整體產業工作者的勞動與薪資條件 這是我們整體的一個目標 那政策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態度是 我們希望由內而外的產業困境來進行整體思考 那麼搭配多元的政策工具才能夠創造忠孝 那以上有五點的這個政策的一個思考跟大家報告 首先第一個我們認為首要要改善出版產業市場交易 跟競爭的惡性循環 文化部希望跟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產制跟經銷相關業者 還有消費者來共同探討相關出版產業與通路多元維持的可行性政策 例如許多國家採行的圖書統一定價制或其他可能具體的政策是否可行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出讓大小書店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我們也期待另外在資金多元的來源的創造部分 能夠跟中小企業金管會等來進一步 或者是以文創國發基金的應用 來進一步創造多元金融資金的支援與協助的管道 來改善產業升級或要進行多角化經營時候 他的這個資金不足的困境 第二點在這個通路萎縮的部分 我們希望強化讀者作者跟書本通路的互動關係 也就是協助我們的書店型態的一個轉型 我們會持續的來協助獨立書店 但我們也希望進一步透過獨立書店台北書展 來結合文化觀光 讓台灣的實體書店成為台灣文化路徑的一環 讓台灣所有出版的國內外的讀者旅人 都能夠藉由台灣的書店更接近更了解台灣文化思想跟創作 讓這個空間更具有多元性 第三來協助出版業界來面對數位與科技的時代的一個應用 那麼擴大圖文出版的市場 希望能夠掌握高速網路行動裝置是年輕世代的一個閱讀的習慣 所以協助圖書出版電子化跟科技化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工作 所以未來我們會在文化科技的施政計畫裡面納入這樣的一個項目 那第四呢 希望能夠提高跨界合作跟多元的應用 面對台灣出版產業資本規模過小 產業內容過於集中的現象 我們要全面思考在整體文化文創產業的一個可發展性 來協助圖書出版產業文化部所主管的其他 包括影視音、表演藝術、視覺藝術、人文教育與場館設施等來進行跨界合作 讓出版文字、圖像能夠透過多媒體運用的合作 藉由著作權的授權或是影音、文字化與圖像化 獲得更多營利事業來源的管道 那麼最後我們也期待能夠鎖定全球市場的需求 來制定出版策略的一個輸出的一個策略的制定 那我們認為要善用台灣在華語圈 它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它的出版環境的優勢 要擴大在世界上華語市場書籍的輸出 那麼以及擴大把我們的出版的內容轉譯到其他的語言 向其他的市場的輸出 那全球的華語市場是我們重要的市場 這當中除了既有的圖書的出版輸出以外 我們也認為可以來切入全球華語文的教育市場 它也會是一項台灣具有優勢的一個目標市場 希望能夠藉由兩者來提升華語文世界 台灣的一個思想的影響力 那華人世界的文化習慣歷史與民主的發展 我們很期待能夠藉由華語跟外語圖書的出版 那麼吸引更多國家對我們出版文化的一個關注 那創造台灣在全球出版華人的一個領導的一個地位 那麼以上是我們對台灣出版業面對困境的一個觀察 跟我們未來的這個思考的方向 那至於我有這個注意到過去我們教委會也曾經提出 例如圖書抵稅或譯文消費券等等的這些政策 所以我想未來我們會在這三項議題 包括圖書定價制 那麼包括譯文消費抵稅或者是譯文體驗券 它這個不同的政策 整體的來跟行政院相關部會來進行會商 那希望能夠比較有整體的一個政策的一個選擇 以上報告謝謝 好 謝謝部長很用心喔 報導的很準確喔 那我們也謝謝文化部份重視我們教委會 三位次長都來了 包括我們楊次長丁次長許次長謝謝三位 那我們現在進行巡答 每位出席委員巡答時間10分鐘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 列席委員巡答8分鐘必要時延長2分鐘 10點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如果有臨時提案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處理提案時 如果提案委員幾點數委員均不在場原力不予處理 我們現在首先就先請蘇曉惠委員 好主席我們請部長 部長請 蘇曉惠委員早 部長 部長真不愧是教文會委員出身喔 那其實研究這個問題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 所以能夠再短短上任兩個禮拜 就能夠剛剛非常具體的指出 從全球從華文從對岸到台灣 從業者到出版到讀者到這個經銷等等 每個環節都有點到 那我這邊的話當然是對於說 這個問題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的態度都知道說這個出版業的問題確實是非常大 而且非常的久 大到今天早上我們所有的委員在討論的時候 實在是已經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問起這個又大又老的問題 不過既然我們今天已經有大的方向了 那其實我個人是非常欣賞部長的態度 就是能夠實事求是的從小處開始改起 所以上星期六月二號的時候 部長這邊已經在行政院會決議請中央的三位 以及所屬各公共圖書館學校在辦理圖書採購的時候 採用最有力標 用一直性的最低標方式辦理 來健全公部門圖書採購的程序 這一點本席就相當的肯定 因為再大的問題都是要從小處開始著眼起來改善 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對的 所以今天在這裡我就想就幾個細節的問題 和部長這邊做討論 那如果貴部認為這是值得可以帶回去的 我也希望不但能夠研議而且能夠盡快的改進 那第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第一個部分其實是一個很小的規定 但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的圖書館法第15條 部長不知道知不知道這一條 我想在這邊告訴大家的是 這一條法律規定的是 在台灣為了完整保存國家文書圖寫 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 所以什麼意思就是任何人出版了書之後 就應該要送兩份到國家圖書館 甚至是立法院的國會圖書館各一份 是送喔我在這裡要強調是出版人 只要有出版品之後他就要送 各送一份到國家圖書館到立法國會圖書館 而且喔同法的第18條又規定 出版人喔如果違反了剛剛的規定 經國家圖書館通知限期寄送 借其仍不寄送者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國家圖書館處可以呢 處該出版品定價十倍之罰還 而且還可以暗次連續處罰至其寄送為止 大家不曉得覺得這個規定如何 我們來比較一下喔 在前一陣子的新聞 部長知道去年的日本植木賞的得主是誰嗎 去年這個日本的最大賞喔 作品他的得獎的是 文化部的同仁非常的清楚喔 是東山張良先生 小說是劉 為什麼特別舉他 因為這其實是台灣的孩子到日本去 所以他在回台灣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淡淡的提到 但我們覺得很震驚是 他說他在學校教書 學校學生完全不知道他是作家 但當他得獎之後 第二天到學校去上課的時候 發現學生的桌子上 每一個學生都擺了一本他的作品 而且不是他送學生的 也不是學校集體採購的 是學生自動自發的去 買了一本老師的作品 要跟老師來討論 部長剛剛您在在的說 其實所有的問題回推到最後 是國內的閱讀風氣要提升 我們比較兩國的閱讀風氣 一個是買一個是送 一個是民間可以自動自發的去採買 去希望能夠閱讀優秀作者的作品 和我們國家的態度是要求 你只要有出版請你送給我們兩本 你覺得部長這個規定如何 謝謝蘇委員的這個問題 那的確我也認為說 政府要來提振出版產業 要從改革自己做起 尤其是新派吧 所以我有列在書面報告 我剛剛口頭就沒有再重複的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四 有在行政院會提出 希望優先改革 我們公部門的公共圖書採購 不要再用最低標造成這個 我非常同意這個部分 因為我也了解到說 甚至到了這個出版業證那邊 已經收到四七折的這個書單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從改革自己做起 所以我想委員提出來這一點 也是我們應該要改革從自己做起 那目標就是要尊重創作者 友善創作者 所以該修法的我們會提出來 我想今天這個問題 其實不但只是法律的問題而已 其實它彰顯的是一個國家的態度 國家的態度 就彰顯在這樣細部的法條裡面 所以本席未來也會就這個 做提一個法律案 我認為國家確實是從小處 開始尊重出版者 尊重作者 這才有辦法帶動整體的 我們會非常支持委員的這個修法 好 這是第一個喔 第二個 也可以繼續來討論和更改的 部長剛剛在您的報告裡面 也在在提到說 我們要強化產業調查和趨勢分析 那您剛剛也提到齁 這個種種的數字 那我們呢 也調查了一下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 出版業這八年來 出版家數變化不大 都在1700家左右 但是銷售金額是從300多億的高峰 降到去年的190億 剛剛部長您提到的是243億 但是這是103年的資料 這邊看到的104年的數 甚至已經調達190億 好 跟委員來報告就是 剛剛您所提出來是 財稅的資料的它的一個銷售額 那銷售額目前104年是190億沒有錯 那因為我們產業調查會有一點時間的這個間隔 這個時間的間隔正是我想要 本席在這裡要討論的部分 部長 我非常認同您剛剛說 如果我們可以提供產業的趨勢分析 給整個業界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料 也能夠讓大家更能夠掌握市場狀況 可是正是這個期程的問題 我這邊看到的資料是 102年的產業報告 部長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發佈的 102年的 這個102年目前產值它是 不不不 什麼時候發佈的 102年是已經公佈了 它產值是271 不過剛剛這個可能跟委員在釐清一下 產值跟銷售額還是兩個不同的數字 好 所以我們後續會再比對 全部的產值 基本上它會略大於銷售額 所以我今天比較為求慎重 我跟大家剛剛報告的是 101年到103年產值的下降 那如果是以銷售額的確 105年是已經 104年下修到190億啦 甚至我憂心說 今年105年還會持續下修 我認為這些數字都非常的好 都是可以參考的資訊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 我們既然要做的事情是 提供像雷達一樣 提供整個產業的佈局 讓業者能夠參考 那麼其成就非常的重要 本期在這邊看到的是 102年和103年的產業調查報告 它是合併 在105年的1月發佈 那去年104年的產業報告是什麼時候呢 是今年年底才會發佈耶 根本還沒做完的意思 那的確是延遲了 所以這個產業趨勢調查報告 是延遲了 今年在公佈的是去年 我有兩年之後才能看到 所以委員指教是對的 的確延遲 這一點我會請同仁加速來進行 部長我覺得甚至不只是延遲 我們要不要考慮縮短它的周期 畢竟我們其實整個國家有經濟的預測 那麼目前我們現在做的是 產業趨勢分析 可是這個趨勢分析裡面呢 如果它只能像文化部目前喔 其實各單位裡面只有影視音產業 有所謂的趨勢報告啦 但是這個趨勢報告也沒有對未來 提出了發展的預測建言或市景 簡單講它就是只是前一個年度的產業研究 那我覺得如果這要達到部長所稱的 讓出版業界讓業者能夠依循這個資料 去做判斷去做未來的規劃發展 我目前認為這個研究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好謝謝委員指教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這個調查時間 我們進度要趕上來喔 第二個週期我們會 政治是可以預測 第二個週期會檢討 那不過因為產值跟銷售額還是兩個數字 銷售額跟對財稅資料它會比較快 那產值要從業界反映 但是我們會盡可能縮短這個期程 那第三就是委員提出說 不能只有趨勢調查要有政策思考 整對未來性的 所以我剛剛今天就透過口頭報告 跟大家我在週末 我自己也把這個我們未來政策思考 重新做了一份報告 所以就這份書面報告 我們同人所給出來的書面報告 我自己剛剛在口頭 也說明了未來五點的一個政策思考 但是未來我們會常態性的 把它納入我們產業報告 調查報告裡面 納為必要的一部分的內容 好 那部長這邊的話 我們就希望這個部分 確實能夠如你現在承諾的 是納進去 讓你的產業趨勢報告 是可以對業界在規劃未來的時候 是更有幫助的 而且我也在這邊再提醒部長 您知道這個產業趨勢的分析啊 在預算上面它的費用是多少嗎 102年和103年的時候呢 兩年合併一起做 它是640萬 而104年呢 它的預計是390萬的費用 也就是說 一年一年做 是比兩年一次做更貴 好 那我也希望 在這邊只是提醒部長啦 就是 既然花了這個費用 那我們就希望這個報告 是能夠有用的 不然的話 出版業者確實講說 你不如把這個 390萬拿來補助我 一本同書出版 我一本補助3萬塊就好了 都還可以在我現在 版稅的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強了 所以我希望這個報告 確實是能夠達到 有用的做法 那最後呢 我也想再討論的一個點是 部長 您還是回到剛剛說的 整體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夠 帶動國人的閱讀風氣 而且要向下扎根 從小扎根 所以本習在這邊 要能夠和部長討論的部分是 你的出版產業 對不起 是文化部啦 不是你的啦 因為畢竟你也才兩個禮拜而已 文化部之前出版的 出版產業調查報告 都有提到要扎根 那這個任何的報告都有 可是 部長 你有沒有去注意到 這些產業報告裡面 他在調查的年齡層分布 是幾歲呢 有沒有幼兒的部分呢 如果我們是要向下扎根 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的這些調查報告 都是從12歲以上的 那兒童文學和青少年文學 其實在現今的產業裡面 它已經有做細部的區分 我想部長您自己也有幼齡的孩子 幼齡的兒童喔 他可以知道說 現在學齡前兒童 和中低年級兒童 和高年級以上和國中 這個在閱讀的素材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在做產業的分析也好 在做各種的研究調查報告也好 其實不應該把12歲以下混在一起 或一起來做考慮 我認為這個是不恰當 他沒有辦法調查到現今真實的狀況 又或者是說 目前是根本沒有12歲以下的調查 我認為文化部的這個部分 還可以再做加強 那另外呢就是72年文化部有一個活動 是從民國72年就開始辦理的 一樣是針對這個兒童文學的部分 它有一個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推薦評選活動 這個其實真的是從我小的時候 就都有在看這個活動 每年我們都會看說推薦了什麼樣 這個由教育部文化部這邊推薦的書單 到底列了哪些書 它就會變成學校的採購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在104年總共推薦了1067本裡面 繪圖本只有162本 而這162本裡面只有36本是本土的 也就是只佔22的比例 所以我認為部長 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活動 也是一個各大學校會採用的標準 那在您要推動本土的 推動新創的作家裡面 這是一個可以使用的平台 也希望未來能夠善加監督 把我們的概念灌輸在裡面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謝謝蘇委員 意見我們會來進一步來落實 好 謝謝蘇小會委員 下一位有請我們柯智恩 柯委員 請 主席好 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 謝謝 柯委員早 好 部長早 我覺得我下次一定要排在蘇小會委員之前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資料 大概拜訪的廠商都差不多 我們有很多的資料 一定都滿雷同的好 我們現在請問一下 今天一剛開始 我們今天先一開始來 問一下 部長應該有小孩嘛 對不對 對 那你有沒有陪他念過童書 有 那你在選擇童書的時候呢 你會選擇本土的作者比較多 還是國外的作者比較多 事實上都會買到 那我也一直會希望說 能夠儘量來 這個選擇我們國內的 這個作者的繪本 事實上我有認識的朋友 自己在從事繪本 好 那不過我覺得我們真的 就像剛剛蘇委員講的 我們還有待 進一步來協助他們 那你知道我們在童書業裡面的 有號稱一個童書界的奧斯卡 叫做波隆娜嘛 波隆娜的書展 這個請委員指教 這個部分可以說是 目前我們童書當中 大家其實最會去參展的 然後呢我們台灣在這邊呢 其實表現非常的優秀 像以今年而言呢 有77個插畫的入圍當中呢 我們台灣就佔著七項 而且呢據很多出版業者裡面表示 有關於我們類似像這個童書 過去十年來的時候 可以說是亞洲其實最棒的 特別是自製的 然後呢他們我們都 很多人跟我搜購這個所謂的版權 然後用不同的語言發展 所以這一塊是我們 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的產業 我特別以中國大陸而言 過去五年呢 他們大力的幫我們買 我們這樣的一個出版權 然後用他們的方法去上市 然後呢最近一兩年 很多的童書業者就會認為 景氣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學了我們這些東西完之後呢 他們開始就開始懂得 把這個所謂的經驗 變成他們一種產值 他們現在特別推出一個 所謂的外推的計劃的獎勵 你只要弄你自己 本土制的這個部分呢 能夠賣出去版權 他們還幫你是做很多的翻譯 還幫助你做很多的獎勵 他們就是要做很多的文化輸出 最讓我生氣的部分裡面 最讓我生氣的部分就是 他們要在今年11月呢 辦一個號稱比 所謂這個波羅娜更棒的 更大的一個所謂的童書大展 那這個部分裡面呢 我們就開始會覺得 我剛剛說為什麼生氣的緣故就是 因為我們認為台灣才是有權 有這樣子的一個實力 來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過去十年來 我們的確是亞洲裡面 在這個部分裡面是最棒的 可是現在呢我們整個的這個部分 全部由他們來拿去 那我個人認為說 從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就可以完全的展現出來 我們其實是很有實力的 但是我們很多的政策的一些的做法 並沒有給我們這些的出版業 把我們這些童書的繪畫 製作者一個更強有有力 所以我就從這個角度裡面來 我們來依序來去看一下 我們到底能夠如何來協助他們 成如剛剛你所提到的 我們今天就特別提出的 這個銷售額的部分嘛 這個部分大家剛剛部長 還有這個委員 都特別提過了 不要說它到底有多少 其實光是看這個數字 你就覺得是非常的可怕 2011到2015你看 光是這樣的 這個出版業的銷售值 大概就減 我們用那個減少多少 比較容易看得出了嘛 就減少的23% 那你更不要說 其中的出版業 我為什麼特別重視 所謂的圖文出版業 因為雖然目前 有很多的電子書 但我不能否認 目前90年出生的孩子 是屬於數位原生 鄭委員 你比我們年輕 你大概屬於數位移民 我大概屬於數位難民吧 所以呢 我還是認為 這個眼看到的書 手摸到的書 對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一點我一定要大聲疾呼 你看看我們的銷售額 我怕到時候 每個人都要到電腦來去看 我們演化看不懂 所以一定要力保這些圖書 可是你看看這個產值 到了百分之 根本就是完全是腰斩 完全是銷售 完全是腰斩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就非常的仔細看 你到時候提出什麼樣的策略 我們來看 那我想說 你剛也特別提到了 有關於這個圖書抵稅的部分 你特別把它擴大 是變成一文體驗的這個層面嘛 那過去其實這個部分呢 過去十年 包括龍部長的時代裡面呢 他其實就有提出了 有關於購書抵稅的這個部分 而去年文化部曾經送到行政院的時候 大概有十億 大概屬於這個議文的這個層面 可是被打回票了 部長你知道為什麼原因嗎 我據我了解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上一屆委員會 也曾經建議過這個大方向 那當時是文化部可能沒有得到 行政院預算的支持 跨部會議文體驗券的部分 沒有得到預算的支持 那抵稅的部分就是必須要 跟財主單位跨部會來協調 這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財政部竟然認為說我們過去 我們台灣的這個稅收有沒有 75%大概是屬於最低比率 或者是幾乎是不要繳稅的 所以我們如果施行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的話 其實是在圖利 好了我們不要用圖利兩個字啦 其實讓這個所謂的高所得者 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呢他們認為用購書抵稅的這個部分來 那我知道部長他跟行政院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文化的跨部會的平台 這一點的部分你有沒有辦法說服財政部 所以也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成立行政院文化匯報 就許多政策其實必須要跨部會來協調 那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不敢說整個議文 因為它包括的範圍非常的大 我們光是從最小的部分 有沒有辦法從最小的這個圖書 我所非常care的圖書的部分開始做起 或許我們如果做到的話 其實它可以把它延展到 其他我們所要推的更多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檢測方法 就是一個這個思維我想我是很願意來努力 我會來努力 那其實包括文創法第14條 他們也有這個得發放議文體驗券的法源 所以我想我會整體來努力 但是的確思考到如何落實 它未來的技術層面 是不是未來我們有可能結合一些 什麼樣的科技的工具或方法 讓它更容易落實 那這裡面呢 是不是要有一點平權的概念在裡面 那譬如說抵稅跟議文體驗券 那我們是不是裡面要更能夠強化 有平權的概念 因為的確對於高所得而言 那這些都是你的技術的問題 對於高所得而言 事實上它的差異可能沒有那麼大 但是對於中低所得而言 這一項的一個政策的優惠 它對它相對是重要的 所以這裡面如何又在兼顧這個社會公平正義 是不是委員讓我來有一段時間 當然不過我還是要強調 我知道部長非常強調所謂的公平正義 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包括所謂的這個稅 還有包括一些文藝產值 都可能包括一些的財團 來做一個減稅的這樣動作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議文的這個部分 對我想這一點的立場 我跟委員會是一致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希望能夠看到一個具體績 因為這不是一個新的政策 是從過去到現在只是很多的 跨部分沒有辦法做到 我想這個部長 應該是希望能夠讓我們在這個 可見的未來能夠看到 我們會來進一步來討論 那第二個我還是要強烈的呼應 就是剛剛溯源 特別提到有關於圖書法的 這個所謂第15條 因為這個部分裡面 你會發現的確是有非常多的業者 他來跟我們討論 特別是現在有非常多 為了要讓這個圖書 有所謂的區隔化 他們現在有走非常多精緻的路線 往往一套數到六七萬 你如果照你這樣的說法裡面 到第15條的規定裡面 已經是被腰斬了 你還要叫他付出兩部的 這個所謂的六七萬的一個圖書 你叫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去生存 所以我個人認為已經有連續兩個委員 已經做這樣的強烈的呼應了 所以我希望部長能夠把這樣的一個意見 帶回去 特別是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想我們行政面優先來嘗試 能不能我們先來改變 然後法律面一起來配合 我覺得這真的是應該要來調整 當然是 應該要尊重創作者 而且你不要忘記你看看 他們你看他們 將近有一萬一千多類型的書籍 而且你看他們貢獻的這麼多 這麼多的產值 而問題是他們整個的 整個出版的這個蕭條度 已經完全是跟過去來說的部分 我有注意到最近網路上 有很多對這一條法律的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 好 而且我希望部長今天是六月多 我們希望其實在可見的未來 我們一定會強加來追蹤 這樣子的部分 到底什麼樣是可以來去做一個 很落實的一個動作 那接下來當然是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今天定調是要如何協助 我們的這個出版業 能夠更增加他們的銷售跟產值 那我想這個所謂的部分裡面 有關於這個我們的南向的政策 一向是新政府非常強化跟重要的 然後我們的黃智芳主任也非常大的口氣 認為他可以把南向當作是我們內序的一個副地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過去有個資料來顯示 我們先看下一張 我們過去呢其實文化部呢 過去我們基本上面最多的是 應該是香港是第一嘛 我們輸出的部分香港第一 大概是馬來西亞是屬於是第二嘛 可是呢從成幾何時 那我們過去呢我們也在104年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文化部其實播了300萬的這個預算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推廣 結果呢他們得到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銷售 這個所謂的創造的大概銷售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現在呢我們又這一次又編了 所謂的500萬給到馬來西亞 我不曉得這個銷售目前是多少 目前為止有沒有這個數據 因為300萬創造的1億多在中國大陸 那你到南向之後呢 你500萬之後你可以得到多少的產值 的確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我們有協助了六次參與六個場次的 這個大型的書展跟煤和會 那麼我們總共這個預估 就是說我們的確有看到這個經濟效益 大概1億1000多萬 那東南亞的部分目前同仁這邊進行 是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協助作家等等我們去設台灣館 那它的營業額是沒有那麼高 目前大概是300萬 那不過我了解說同仁它操作的重點 比較是先以這個價值跟文化的輸出 所以目前它沒有馬上反應在銷售額 但是我接下來就會請同仁 就說既然我們要切入市場 我們是價值跟產值我們也希望能夠併重 所以除了出版文化跟作家的交流互動以外 我們未來就會努力來協助業界 你能夠進入南向的市場 因為基本上我還沒有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就預估它應該是不會比你上市 對 因為的確中國大陸它的人口市場也比較大 對 而且你不要忘記 他們很多的書籍的出口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通常過去應該是馬來西亞 通常是佔第二名嘛 可是目前為止中國大陸跟香港合併佔起來 大概佔到65%左右 那我知道我們這個彼此之間其實對等的關係 其實不太過平等 那我不曉得鄭部長你認為說 既然你同意就是說 我們從數據顯示出來 它其實應該是很值得發揮出版的一個大的市場 未來你比較具體的做法 幫助我們這些出版商能夠在大陸裡面 能夠更突破他們法令的限制裡面 我們文化部有沒有一些比較積極具體的做法 因為畢竟那是一個極度大的一個市場 而且我們說的這是一個文化輸出 跟一般的技術輸出 他們基本上所造成的一個衝擊度會低很多 所以文化部最後的一個具體的做法會是有哪一些 你說委員來救教的是 在中國大陸裡面 因為基本上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這個委員報告 委員剛剛是加記這個香港的部分 當然 香港跟中國大陸 那如果我們分開看的話就是說 中國大陸目前在我們圖書輸出24億裡面 它大概佔12% 對 我說加起來 那麼香港的確它真的是比較高 它是佔了40% 所以兩者把它加記 但是馬來西亞也有15% 那所以我們會覺得是說 中國大陸的確是我們重要的市場 那我們現在書可以去 可以授權 但是出版業是不能去的 當然是 所以我想我還是會很願意 跟行政院整體 我們未來持續的跟 中國大陸來進行交流跟協商 希望更能保障我們的出版業者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華文出版 我們也可以走到南向跟全世界 絕對是的 你能夠幫他們拓展更多的一個市場 這確實大家非常歡迎 我覺得這個我們很希望台灣的思想文化 能夠藉由出版走出去 所以在華人的市場 閱讀華語的市場 會是我們首要第一圈的戰略目標 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努力來進行翻譯跟詮釋 絕對是的 就是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包括這些翻譯 包括他們這些展場 對翻譯其實政府應該要來協助 事實上目前我了解文化部也有補助相關的翻譯 但是我想更重要是社群的創造 像這個我知道法國的圖書中心 它是網羅了全世界在翻譯法文的人才 到那邊每一年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對每一年參與會議 然後每一年他們有18個委員會 幾百個Member在裡面 每一年固定的互動 還有最後最後還是要給部長一個經驗 就是你現在網羅這麼多策展的人才 我覺得我們只要這樣的一個台灣的一個本土 到國外去裡面 包括我剛剛所提到的波隆那 我們有非常好的軟實力 可是我們在整個策展的部分 我覺得政府單位應該去給予他們更大的一個support 而不是讓他們在一個這麼大的展場當中 弄一個小小的一個點 這完全沒有辦法展示我們這個非常大 大國的一個氣度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比較像過去 坦承影展的部分 台灣之夜的部分來做這個部分 國際連結的確政府的責任會非常的重 國際連結上面 這是我們不斷地去追蹤 也希望部長能夠好好把這地方去做落實的 好 謝謝科委員 謝謝 接著我們請吳思耀委員 謝謝主席有請郑部長 好 委員早 部長早安 辛苦了 都還適應嗎 可以可以 謝謝 好像看你瘦了一點 都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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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加油 就怕孩子瘦了 其實我非常羨慕喔 你現在可以把清淨藝文當做你工作的主力 對 這是一個幸福的挑戰 我覺得作為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羨慕 過去是專業的文化立委 現在要當全民的文化公僕 那文化的發展經緯萬端 今天我們討論台灣的出版產業 寒冬到了春天何時來 我以這個破題 其實在我看來台灣的出版產業 確實需要期待一個強而有力的政策 剝劃更多元的政策工具 來讓我們的出版產業 可以CPR 可以救救它 可以殺出一條生路 很多做法 那我非常肯認您今天的報告 盡量是非常全面的去爬梳整個出版產業的問題 但我盡可能再找出一些我個人的觀察好下一頁 剛剛有委員提到 我就很快的把這些基本資料 我個人匯整的 台灣出版產業整體市場的萎縮 以出版這個書籍的出版業的銷售額度 金額剛剛提到 已經2015年達到190億的這個銷售額 是明顯的寒冬到來 它低於2003年12年前 已經遠遠低於12年前還低40億 這是個警訊 來下一頁 而我以書籍出版業的加速統計 事實上我們看到 2015跟2013 其實這幾年還ㄍㄧㄥ在那 代表還是有相當多的出版業者在苦稱在硬稱 在這個業者本身數量統計上沒有太大的波動 但我真的擔心 當他們撐得非常辛苦之後 可能就是一連串的連鎖效應 連鎖的可能面臨歇業 在他的困境沒辦法突破的狀況之下 好下一頁 那我以書籍雜誌的零售店家來統計 一年大概是少100家 書店是真的一直減少 真的包括我們都非常關切跟鼓勵的獨立書店 對 一年平均以100家的歇業速度 在做溜滑梯啊下一頁 而在以這些非常弱勢的書籍雜誌的零售店家的銷售額 兩年來也往下掉了13億之多 真的是溜滑梯的一個下挫 進入寒冬好下一頁 這個是我也特別去整理出來 台灣的實體書店的歇業 關店的地圖 我不曉得部長有沒有掌握 其實我非常訝異 關店最密集的地方 其實就在我們的北台灣 其實就在台北雙北 也許是它面臨的競爭 通路的集中 通路的集中 對 所以以這個地圖來講 跟大型的集中 北部跟東部 是你要去協助來突破的 謝謝 好下一頁 而台灣出版業面臨的寒冬到來 第二個是 整個新的通路已經改變轉型 數位通路竄起 這個是我以統一超商的年報 我們在伯克萊的網路書店的營收 你知道嗎 2001年到2015年 15年間 從當初1.6億 現在每年的伯克萊書店的營收 是59億 它是最大的一個數位通路 最大 以它來看 36倍的成長 剛剛我們看到其他的實體電路 都是做六滑梯的下挫 而這一類新興的 數位通路的 這樣的一個媒介 是做直升機 做噴射機的在成長 這是一個轉型挑戰的機會 下一頁 而新的轉型挑戰的第二個機會是 數位出版 數位出版這兩年 也整個倍翻 它的營業額 雖然還是很小 從2013的1億到2015年 上半年已經達到2億 所以數位出版也是一個正夯的 我們可以去期待 面對的轉型挑戰的 可以操作的一個新的資討 數位出版目前是產值9億 9億啊 那我這個數字可能要update 這個也是文化部給我的 沒關係 你再提供給我你們最新的數字 好 下一頁 而我要講 部長你知道嗎 全球啊 全球的數位出版 達到7% 台灣只有1%到3% 美國是20% 日本 4% 中國大陸已經12%了 台灣遠低於全球7%的 一半再一半 還有很大的空間 是 美國在2010年 他們最大的這個網路書店 亞馬遜 它的電子書已經超越了實體書 2010年 而我們看右上角那個圖 美國整體的 全國的電子書的銷售 也已經跟實體書 在20 預計2017年 就會有一個黃金交叉 這就是趨勢 是我們面對的新的轉型 新的挑戰 好 下一頁 我提出來幾個建議 當然振興台灣出版業 第一大項 我們要搶救 紙本圖書的出版 我非常感謝您 兩個禮拜前您剛上任 在這裡我向您提出 我們全力去突破採購惡法 而您速度非常快 就從改善政府圖書採購開始 已經在行政院提案了 我非常感謝 這只是第一步啦 但後續你要追蹤 各部會的執行狀況 對 後續我們會跟公共工程委員會 教育部各部會來協商 然後會再透過行政院進一步 而且我進一步建議 你除了用這樣的一個最有力標 或是一直性最低標來鼓勵 第一類是優質出版 我認為第二類你可以全力來鼓勵 本圖的創作 這一點我們也同時 在同一天的院會有提出來 很好 謝謝您 又診斷出問題 下一頁 而我具體又建議 有一個叫做 推動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這個圖表要讓您看到的是 有一套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能夠讓出版 經銷 通路 創作 以及讀者多贏 多贏來下一頁 而這樣一個圖書統一的定價制度 國外的經驗 你看喔 法國1981年您非常熟悉 朗恩法已經立法通過 德國2002年也通過了 圖書價格固定法 韓國2008年也通過了 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 包括很多的歐洲國家都在跟進 代表這樣一個圖書統一的定價制度 入法的有這麼多 而已經在實行 但是是用協議的方式在推動的 包括日本 挪威 丹麥等等都在做 這是一個國際殺出一條生路的做法 國際這樣做下一頁 而台灣2009年文件會就已經開始研議 到去年 紅前部長也提出宣示 台灣要推動圖書統一定價制度 那你們會在今年7月完成一個產業影響評估 今天我沒有在您的報告裡頭看到 這樣一個去年舊政府的宣示 我不曉得這樣一個政策 您的評估如何 是要轉彎 是認為還在相確 還是認為是可行的 只是在更周延的擴大對話 是哪一種狀態 現在回答委員 這個我剛剛在口頭報告的部分 有補充嗎 對 有特別補充就是說 我們會進一步來協商 跟公平交易委員會 相關單位來協商定價制 那的確是法國 日本 韓國 有相關定價制的法規 那我看到美國 它基本上不是從售價定價 它是從這個公進貨的折扣 有一個這個門檻 來從那邊做定價 所以從禁貨跟銷售端 有些國家它不同的政策工具 那國內 國內我們之前的研究 跟大家協商的是說 在售價的部分一年內 不低於九折或九五折 這樣的所謂一個定價制的定義 這一點是在目前 台灣目前為大家討論的定義 那我很希望來進一步來 跟大家進一步的協商 因為在之前的協商 大概有六成的業者是贊成定價制 但是有一些業者 還是有雜音我知道 擔心說有些業者 也許我們今天講的 他也會進一步來表達說 他擔心說 因為目前已經在萎縮中了 那輸價是略有上升 那所以如果我們定價制 價格更高的話 那是不是他怕買氣消失 我其實都非常清楚 那所以我會希望說 繼續對話 我會對話 那不僅我們要對話是說 如果面對業者這個擔心 政府要提出一個刺激消費的方案 沒有錯 他要有配套 帶動消費的方案 那最長期是帶動閱讀 但是那個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是不是短期中期 我們會有帶動消費的方案 包括我剛剛講的 然後再搭配 後續再搭配這個統一圖書制 定價制度 然後我們也讓消費者感受到說 政府不是只是透過定價 把價格定了 而是希望政府也能夠協助消費者 我非常同意 我時間有限 給他鼓勵 所以必須從這個價格跟 對不起 價格跟這個刺激消費兩端 一起來思考 所以簡單講 這個方案不是太子負中 而是我們更周延更多元的對話 我希望能夠更前面 然後創造雙贏 那我會期待 你們七月要上路的 要提出的這個評估整體的產業報告 我期待有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們再用數字來分析喔 來下一個 下一頁 我現在要講的是 給您一個新的建議喔 推動 國外也在做 公共出界的出界權制度 這是藉由著作權人 根據圖書館的出界的次數 出界越多 就給予這個作者或出版商 更多的一個回饋金 來下一頁 這樣一個制度一樣 國外先行 1920年 英國就開始做 現在有三十幾個國家在做 瑞典 芬蘭 奧地利 丹麥 北歐歐洲的都在做 澳洲也都在做 這就是我們所謂LPR的制度 所以這是一個我拋出來 我們台灣也可以參照的一個新的方式 下一頁 它的優點當然是鼓勵創作 讓創作者尤其是冷門的弱勢的這些類別的作者 可以因此獲得更多的合理報酬 我們也可以藉這個制度來扶持 特定領域的作者 包括台灣的本土創作 可以考量優先從他們 甚至給他們比其他的類別更高的一個 這個回饋補償金 這不叫補償金 這叫一個權利金的一個可行性的一個研議 所以這樣一個制度我拋出來 我希望也能夠讓這樣一個新的政策做法 政策工具可以納入文化部 扶植出版產業的一個參考 好 下一頁 其實我後面很多啦 扶植數位出版 我們要二指盜版 鼓勵創作者的授權 現在是台灣電子書位出版很大的一個困境 好 下一頁 那最後當然整體的爬書 我的幾個具體建議 改善暢銷書本土率極低的狀況 美國 日本 本土創作都達到暢銷書的95% 而台灣根只有三成 那當然強化出版的輸出文化可以走出去 不管是華文社區或是新南境 新南向政策的東協國家 還有跨界媒合要強化 我這裡具體建議 我們現在有金鼎獎 主席三十票 金鼎獎 金鼎獎下 可以設置一個年度最適合改編影視作品的圖書獎 這個是專家們的建議 當然我認為我們要普設廣設一些文學類的獎項 而因為你要跨界的鼓勵嘛 那影視影產業的結合 你就用設置這樣一個獎項 這是一個很大對於出版業 對於創作者的一個家會 那當然你還要扶植作品發展的平台 跟培育本土創作的人才 我最後以我的超級好朋友李清智老師 他是台灣的城市探險家 建築專家 他的書其實是暢銷書 他這幾年我非常訝異 他除了前進中國 其實連韓國都把李清智的書去出版 自己翻譯 而我一直問他 我們怎麼讓你的作品走進韓國 而李清智教授告訴我 韓國書商自己來台灣做試調 看到他的書 喜歡他的內容 韓國書商發掘了他 而為什麼我們要讓我們的作家 是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被promote 而不是政策的協力 而不是我們選定一些好的優質的 本土的創作 我們創造這個平台 讓他走出去 我真的期待 有多少人 有像李清智老師這樣的能耐 讓韓國商看到他 而代表台灣走出去 這一點文化的輸出 出版的輸出 我覺得絕對是我們要強力來補強 不要讓作家單打獨鬥 那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的圖書統一定價的制度是 還在演繹中擴大對話 可能可以上路還在演繹 第二個我剛剛拋出的 這個圖書的這個公共借用權 的這個制度 是不是請部長可以演繹 我們都會進一步來思考 非常謝謝委員 非常完整的一些政策的建議 非常敬佩 非常謝謝 謝謝 加油 謝謝 不好意思 好 我們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其實請吳智陽委員 是能幫我看做的 其實你肯定的 跟我們的系統 行為它這個優勢 其實我們講一下 現在的部分 另外是這個兩本好名義先生 他出了他最新的一些文集 文集 其實前面那本書看起來比較枯燥 因為我以前念哲學 沒關係 那你覺得我們整個台灣的 國人的閱讀習慣 現在是狀況 我覺得閱讀習慣 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的提升 尤其我們也在少子女化 所以我也擔心這個市場在縮小 我給你看一下幾個調查的數字 請請委員 第一個這個是遠見雜誌 2014年的全民閱讀大調查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國人他是比2010跟2014 這個四年的變化 完全不讀書的比例提升很快 那每週閱讀時間 每個月平均閱讀量 幾本書這樣子 還有購書量 還有購書的經費 這四項全部都下跌 換句話說 只有一個不讀書的比例是增加 其他的都是下降 這個是遠見雜誌的一個調查 我們再看下一頁 下一頁這個是從 國家圖書館裡面 針對2015年的出版狀況 做個分析 那這裡面我們發現 在ISBN去登記這個ISBN的這個數量 連續幾年都是下降 從47000多變成44000多 那圖書的種類有從42000多剩下39000多 這個也是在下降 那我們再看一看下一個 就是說我們關心到 前面可能是國人的閱讀習慣 那一定會影響到出版業的狀況 那出版業的狀況更是淒慘 這個有比較長的 從2009到2015年 加速是一路的跌下去 一路跌下去 連跌個7年 那營業額呢 也基本上都在下降 現在只能勉強維持在2009年的一個程度 那這幾年也都是下降 那這個也是在國內外文化產業訊息 及趨勢分析雙月報裡面所出現的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覺得文化部 那因為這個蔡總統希望文化教育 是要跟產業做連結 所以我覺得 你當然有很多很好的哲學思維 但是我覺得文化部千萬不要輕忽數據 不會 數據很重要 我們不會輕忽 那我看 你下一頁你就知道 你們是有輕忽的 好 請委員指教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你們文化部做的文化統計網頁 上面有各項文化的統計 剛剛我記得是 巧惠委員好像有講到這個東西 這上面最右邊那一欄 你會發現 全部都是2013年的所有的數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文化部做一個文化統計的資料 為什麼那麼不更新 我剛才隨便舉 有遠見雜誌的 有國家圖書館的 也有你們自己在別的地方的數據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這個是講說 為什麼要2013 剛剛蘇巧惠委員也在問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拿一個2013年的報告 都很困難 現在已經2016了 因為他這邊你看圈起來他是講說 資料統計年度與出版 釋出時間差距約一年六個月 13年是20146月出版 那的確15年 這個14年的報告 目前的確delay 所以這個我會責成同仁加速進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縮短這個週期 你這個如果是當作你文化部整個統計的 也許你們有什麼主計法規 好 謝謝委員提醒 特別的頁面去找 會不會哪裡有更新的 對不對 你這個是一個整個文化統計的頁面 謝謝委員提醒 這是給你一個建議 謝謝委員的提醒 那我現在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有很多委員有不同的建議 就你自己的感覺 因為你曾經在法國念書 法國是一個文化氣息很重的 愛讀書 他愛讀書的狀況到什麼程度 愛讀書就是在捷運裡看到大家會在讀書 然後在公園裡很多的情況都是一個人自己 帶著一本書在公園裡看書 我們台灣都是防守器 那書店 他們各種型態的書店非常多元 他們當然也有大通路 那他們我也注意到 他們大通路有的是新舊書一起賣 所以他們連二手書都是主流的通路 二手書並不是說完全是非主流 他們很多的書店反而是遊客必逛的地方 對 那他們的書店也都是遊客必逛 我講幾個東西 你看 就是應該是你那邊應該都有這個資料 就是說我這邊找到法國 光是法國一個國家要做的事情 剛剛有講到這個亞克朗法 在1981年就通過的法 以及2011年通過的法 最主要就是剛好幾個委員講的統一書價的資料 就定價至2011年又針對數位購買的部分 上下 就是這個所謂定價就是上下 不管你用什麼通路浮動不能超過5% 是這樣子 對 就基本上他都說新書一定期間之內 折扣不得低於某一個門檻 大概所謂定價制的定義大概都是這樣 他其實也在保障小一點的消費通路 他最重要就是在確保大小通路之間的競爭不要失衡 好 這是一個大家都在建議的制度 第二個就是2012年這個有降這個圖書的一個增值稅 對不對 對 從7%降到5.5% 就是有一點這個租稅的相關 那2014年呢 又因 政府還有一個就是扶植獨立書店的資助計畫 由大概他們的國家圖書館跟出版業 大家一起去捐助幫助實體的這個書店 來度過這個所謂數位數字化轉型 因為書店的確大趨勢都在減少 對 所以這個也是他們採過的一個措施 對 最後一個就是在2014年年初的時候 有立法禁止網路書商包郵 所以包郵意思就是說應該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在網路上購書 那在網路上他的競爭 因為他少了一些成本 他把這個郵寄的費用算進去了 就是禁止免費運送 法國的法律是這樣 對 那我們沒有 目前這些的確除了獨立書店 其實文化部之前有在做 農部長時候就開始做 那立委們都支持 那的確其他的部分 像這種比較從結構性的政策 我國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東西跟剛剛統一書家 那個其實是一連串的政策 所以我是容我一點時間回答委員 我很謝謝委員整體的跨國政策比較 那我覺得的確長遠是要帶動閱讀 提升閱讀 那這恐怕從小做起 所以我們的文化體驗教育 從小會有閱讀教育 然後帶動閱讀 另外我們希望帶動消費 所以在如何在創造誘因帶動消費 這個我們會努力 那在這樣的前提底下 我們希望跨部會來協調有關您提到的定價制 跟等等其他的這個租稅的優惠 我知道這些東西很多都要經過公平交易法的考驗 他不僅跟公平交易法要跟財主單位 其實跟出版業界也要協商 因為出版業界也不是完全 大家一致都同意 因為大家會有不同的評估 大家會有的認為說定價次會保障合理的利潤 那麼也會讓大小通路彼此不要惡性競爭 因為大通路他擁有比較殺低折扣的實力 小通路沒辦法 所以小通路就會一直面對凋零 那小書店也會面對凋零 所以這個是的確是一個這樣的想法 穩定合理利潤跟維持大小通路之間的一個 彼此升級的空間 但是也有一些 法國的措施那就麻煩你 那我跟委員在說明 但是有一些業者他也擔心說 定價制之後是不是會 這個買氣下滑 所以我們要同時帶動消費 我只是一直這個習慣 我們幾個委員都在抱怨 你太愛講了啦 你太愛講 你很有學問我知道 但是我們急著要問下面 因為急著跟你回應就是說 您剛剛前面提的到現在是一個完整的一個 一個政策讓我們完整來思考 台灣的法律現在馬上可以做的幾個事情 可能也在你的第二頁報告裡面有講 有立委建議購書抵稅對不對 購書抵稅那財政部一定反對 他說那個是土利有錢人 但是這個想法是不是對 要想清楚 因為如果你不去鼓勵有錢人去消費買書的話 那到底還要什麼 所以要帶動消費 所以這個是一個 但是的確文化有禁用權 有平權 對 我剛剛有提到文化平權 文化基本法裡面要規定 就是如何處理到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 是不是容我來進一步思考 但我要求您 我們現在在文創法裡面 就有體驗券 14條 對 就有體驗券 那這個體驗券 它沒有說是給中低收入 沒有 就看我們怎麼設計 但是我們可以講說 如果這個抵稅是屬於 比較上層的人在用的話 那我們這個體驗券 我覺得應該集中在 委員建議非常好 這也是我的想法 非常好 像韓國它有一個叫做文化樂想卡 不是享樂卡 樂想卡 它基本上它是有訂文化利用券 體育利用券 跟旅遊的利用券 就是鼓勵 其實剛好都在我們本委員會 我也在這兩個法裡面 也推動要發這個體驗券 還有這個所謂的 特別扣除額的這個規定 其實都跟這個有關 那後來韓國把這三個券 乾脆合在一起 就發一個卡 那卡裡面要有東西 不是空卡 這個卡裡面 它每年每個家庭 就有十萬的韓元 大概新台幣兩千八百八十四元 就是給它做文化 體育旅遊的這個消費 另外每個家庭 如果有青少年的 它每一位再給它五萬韓元 最多五個青少年 換句話說就是鼓勵 但是它這個要限制在中低收入 基本這個 它叫基本生活保障受住者 大概就是我們的 這個家庭輔助法裡面講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是一個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在總質詢還要問院長 不過我覺得 你從法國的經驗 從我們自己本身有的法律 文化體驗券 還有這個樂想卡 這個韓國的這些 我們是可以參考的 我希望你這邊積極一點 推動 是不是容我二十秒回應 所以的確委員的建議 我覺得大方向我是很認同 所以我剛剛口頭包 最後我提到說定價制 跟體驗券 跟這個租稅相關創造誘因 那是不是我可以來做 讓我來做一個整體的試 看整體怎麼搭配設計 互為配套 我覺得這樣比較容易成功 讓定價制跟帶動消費 跟兼顧公平正義 然後一起來思考 三個原則一起思考 好 那主席啊 以後我們問政部長的時候 我們本委員會14加4好不好 好不好 還是 好 你已經知道問題在哪裡就好了 你在家也是一樣 不是 我習慣要改變就好了 跟時間無關了 現在是政部長了 好 我們現在請高經委員 謝謝 黃國書會留給你講 謝謝 有請部長 部長請 部長 委員好 今天針對國民院獨立運動 本席認為你應該要跟教育部 共同辦理 應該是這樣吧 絕對不要單打獨鬥 因為教育部裡面 有中生教育 還有樂靈學習 還有各級學校 它可以共同來推動 特別是偏遠的地區 原住民的學校 那麼我想呢 現在我們原住民地區 其實有一些孩子 是從小就必須要住校 那麼他住校的同時呢 他的時間其實就比一般的課程 還多了很多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在偏鄉裡面 打造所謂的這個閱讀風氣的話 其實一定要跟教育部合作 另外你也談到了行動書店 其實行動書店呢 本席給你一個建議就是 花蓮的秀林鄉 在本席的這個推動之下 然後外界有這個捐贈行動列車 然後這行動列車呢 到每一個村每一個村 然後鄉長呢跟議員也非常的配合 他們就在這個行動列車裡面 有一些誘因讓孩子來閱讀 比如說上面會有報名花 比如說裡面會有飲料 來給部落的孩子 還有就是呢 這個孩子如果有閱讀了書 他在上面簽名 簽字之後一個禮拜或一個月 那學校的老師 還會給他優良的獎金 我覺得呢 這好像是一個推動 在原鄉地區閱讀的習慣 所以部長你認同這樣的做法嗎 我想這幾個環節 我們都會來努力 尤其的確委員講的 我們應該跟教育部充分合作 對 不要單打獨鬥 那麼行動書店 還有這個行動列車的 這樣子閱讀的這樣報告 我在裡面沒有看到你的專案 是不是一個月裡面能夠也提出 好 我會給委員書面的報告 因為我們有持續在進行 好不好 比如說在偏鄉 或者原鄉地區 你們要怎麼做 好嗎 謝謝 另外呢我今天要提到的就是 我們有一些劉宜昌教授 還有一些研究團隊 專業院員到我辦公室來做陳情 漢本遺址應該知道吧 知道 我不知道您現在的態度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這個壓力 就認為就是說漢本遺址呢 那個好像延宕了所有的交通 這個花東之間的交通的那個進度 我覺得這樣子的壓力 不應該給這些團隊 所以我不知道部長您跟我們的交通部 在你們每個禮拜四的立會討論裡面 有沒有討論到這件事情 好跟委員報告這個今年5月6號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有喊請 這個我們的文資局 要來進行審議 指定漢本遺址是國定遺址 那現在我們正在進行匯整資料 那麼近期我們就會先辦理會堪 什麼時候會會堪 還在協調時間 因為目前正在請這個宜蘭縣政府 來提送相關書面資料 我記得好像這個會堪已經定在6月13號了對不對 初 這個是縣府的嗎還是 那是個別縣府的 那我們正在跟他們會這個寒送 請他們寒送資料正在這個安排當中 這個是縣府的公文看到了吧 對 好所以其實縣府跟南澳鄉呢 他們其實是非常積極的辦理 我要提醒部長意思就是說 文化資產其實呢 他所指定的目前在台灣 都是以漢人為主的社會為主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劉一昌教授 他在一本文化國土的理念 跟食物一文當中 他有提到就是 登陸的原住民的文化資產非常的少 所以呢也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的所謂的文化的資產 其實是以漢族的社會為主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 宜蘭縣南澳鄉的漢本遺址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遺址呢其實呢 已經列為就是原住民最早 他最早的時間大概已經距今1600到2001年了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是嗎部長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在那個 目前這個蘇花崖上面呢 的橋墩 他是在P3S跟P3N的橋墩 他發現的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這個是最早的 也就是原住民的 他有一些家屋 非常的具體 而且範圍非常的大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這個是排水的設施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集體的附體障 附體障 都已經看到了 再下一張 這也是非常細部的 所以其實呢 我們曾經在這個 有一些委員 在交通委員會裡面 有質詢了這個交通部長 交通部長他的建議是說 其實可以用共構的方式 然後不傷害下面的文化的方法 作為蘇花改工程 變更設計的考量 所以P3S還有P3N的橋墩 不知道部長 您跟我們的這個交通部長 有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未來該怎麼樣處理 報告委 目前我的確個人 還沒有跟賀成部長討論 不過我想我們同仁橫向 是有聯繫的 那他們給我們的資訊是說 交通部公路總局 目前是以發包新增 民間考古團隊的方式 加快這個搶救工作 那希望能夠兼顧啦 兼顧兩者 兼顧這個考古發掘跟通車騎乘 不過站在文化部的立場 我們還是要重視文化資產 對 所以我覺得從我們這幾個案例 事實上讓我去反省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重大的公共建設 事實上我們未來應該考慮 建立一個文化影響評估 在公共建設計畫初期 如果有可預見的相關跟文化資產 或是其他文化影響 事實上可以預做一些判斷 或是先做一些調查 然後我們有一些原則要定下來 當工程當中遇到相關的文資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做 所以未來我覺得應該在制度面 進一步來思考強化 而非個案的方式來處理這樣 好你知道嗎那個部長 目前這個劉玉昌教授也好 或者是中研團隊也好 考古的團隊也好 其實他們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對 因為有非常多的民眾 希望這個蘇花改趕快過 然後這些人就不斷給這些考古 或者是我們這些教授們 給他很大的污名化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但文化部會站在文化精神 對這個時候其實部長 您的態度就很重要了 您應該要站在這個 尤其這個是台灣原住民的聚落 而且它是非常完整的文化資產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只是 目前只是在用搶救的話 其實還是遙遙無期的 所以我剛剛跟委報告說 剛剛那個資訊 是交通部公路總局給我們的 但是文化部 我們會從文化資產保存的角度 來關心這件事情 也會來處理後續的這個審議 後續要怎麼做呢 後續就是請進書來會刊 就我了解好像6月30號 這個中研院歷史所的發掘時間 直到這個月底 我們會進書會刊 然後就會來進行 當縣政府把這個資料寒送過來 我們就會來進行文資的審議 好所以6月30號以前 可以處理完這些所謂的流程嗎 因為非常重要 我們請局長回答一下 來我們請一個局長您來說明一下 謝謝我們關心漢本遺址這部分 實際上我們文化部 我們自己非常積極的 在做這個保存的工作 那目前宜蘭縣政府已經提報為 要進行為國定遺址 那我目前也在安排時間 那也在請宜蘭縣政府補充資料 那我們預定 那差不多 局長您知道今天幾號了嗎 6月幾號了 我知道 對 他們到6月30號 他們好像是禮拜二 他們下禮拜二會去 宜蘭縣政府會針對新發現的部分 對 在遺址範圍內 限定遺址範圍內 新發現的部分 去做一個限刊 對 你知道嗎 目前這個劉宜昌老師 他有幾個建議 他說現在我們的考古現象 除了持續細緻的被記錄之外 原則上已經暫停發掘囉 已經暫停發掘了 保留居落當時的生活面 然後呢 供後續會刊討論以後才處置 所以其實他們是在跟時間賽跑 是 他們在宜蘭縣省委員會有做的捷運 那也是劉宜昌委 老師也同意就是 喬頓的部分 他們可以繼續的施作 那事宜說整個附屬設置的部分 那個設備 對 附屬設置設備 審議委員會也審他 有做一些細部的一些變更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在做這個 辦理限刊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加強的來注意這部分 那我們一定是兩個禮拜內 會辦理這個限刊 兩個禮拜內 兩個禮拜內 馬上到了6月30號了 因為依照我們審議委員會審議的話 要提升國令估計 我們要做一個評估報告 我的意思是說部長 這是特別的案例 我們來回頭再看一下幾張特別的照片 你看這些照片都讓我們看起來 真的實在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尤其對台灣的原住民來說 很清楚嗎 它是一個聚落 然後再來往前再看 這個是喬敦 再看下一張 我希望部長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 身為一個文化人 尤其是部長 你應該都覺得很興奮啊 剛剛我們說了 這是1600年到2100年 這個當中 應該算是原住民最早的一個 早期的聚落了 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想呢 部長您的態度很重要 如果還是按照剛剛我們的文資局局長說 按照這個流程來說的話 我真的很害怕時間來不及 所以是不是能夠用專案來處理 會 我會特別關心喔 那文資保存有行無行 文化資產保存 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工作 所以我會加速這個時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把整個這個 這個文資保存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我們核心的職能 我們會善盡職責 所以不論現在交通部 它規劃的期程如何 我想我的這個職責 我會來這個好好盡責 好 所以是不是這個禮拜四 你們在行政院會的時候 特別能夠跟交通部長 或者是行政院長 針對這件事情做一個討論可以嗎 我想我立即來跟交通部來討論 好不好 如果有空的話 其實也邀請部長 我們一塊下去看看 對 我會去會看 因為其實台灣這塊土地原住民 這是我們的祖先 最重要的一個文化的資產 好 可以喔 好 謝謝 今天我給你很多的時間回答 所以補長不要讓我失望 我今天有兩件事情要拜託你 一個就是行動 行動這個列車 行動列車 還有就是我們如何提高這個閱讀率 希望能夠跟教育部合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希望6月30號以前 給我們這些研究者 還有這個劉宜昌教授 給他們一些支持跟鼓勵 不要讓他們單獨在面對外面 給他們一些污名化還有一些惡名 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原住民的文化資產 好 所以禮拜四要答應 我要跟行政院長還有部長要提到這件事情 不一定要禮拜四 我馬上會跟賀成部長 這邊先聯絡 互相聯絡 OK 所以如果有什麼結論 也快點讓我辦公室知道好嗎 我會同步讓委員了解 黃委員好 趙委好 部長 我們上個月我們很感謝陳學勝趙委 幫我們排了文資法的審議修正 然後我們搞了一個禮拜 你知道嗎 再上個月出委員會了 結果5月27號 我以為那天應該很順利的可以三途通過 我都買了鞭炮準備要放了 結果那天突然間 不曉得是不是陳學勝安排還是怎麼樣 國民黨團竟然提了權宜問題 竟然杯葛議程 好歹也在文資法刪讀過後再來杯葛 竟然在文資法要刪讀前兩個案子 把它杯葛掉了 那現在文資法 我們花了一個禮拜這樣同仁很努力的審議 結果現在在7月份能不能完成刪讀 還在未定之天 所以在這裡我可不可以先請我們的學生大招委 以後你們國民黨黨團要權宜問題杯葛議案 可不可以在我們的教文會的議案 三途過了以後再來杯葛 可不可以卑微的請求 我看那天你就在場啊你都沒有發現 好我想問一下部長 你到新莊那個新的辦公室多久了 520到現在 520到幾個禮拜了 兩個禮拜吧 我聽說啊這個文化部那個新莊聯合辦公室啊 夏天的時候室內跟室外一樣溫度啊 還現在還這個樣子嗎 我當立委的時候有關心過他們這些事情 有嘛有提過 現在呢 有沒有改善 那現在文化部有沒有節能省電的做法 問題是行政院我們現在各機關 希望都夏季的時候溫度不要過低 為了這個節省用電 節省用電啦 對 所以 不過它如果綠建築如果沒有落實的話 基本上也對節省用電不利啦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改善 今年的夏天啊 今年的夏天我看是危機重重啊 國民黨團磨刀厚厚啊 你看陳學生也多聰明 還會挖火坑讓我跳 好 怎麼辦 搞不好今年夏天要限電啊 那部長 那你 我想請教你齁 你教我好了 那你覺得合一場一號機 可不可以啟用啊 你教我一下 黃委員這個的確是我擔任立委時候關心的問題 不過我現在是文化部部長 那你教我一下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的確也不是很適合說 針對其他議題喔 評論啦 但是如果我有議題 是不是容委員讓我 在行政院團隊內部我去 沒關係 你不用公開講 等一下結束以後 你偷偷告訴我 我該怎麼樣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要不要來排啊 我是to be or not to be 等一下教我喔 不能讓陳學勝的陰謀得逞 兩謀啊 兩謀 好 我關心的話我會向行政院團隊內部來 來參與討論提出意見 我們共同來面對嘛 不然的話 一開始限電 我看你們新莊大樓可能 會有與此之殃啊 我們今天談出版 好 部長 其實現在的出版業的寒冬已經來了 怎麼辦呢 2010年全台灣的出版業的總產值 還有367.5億啊 這個是統計的資料 到了2015年變成了190.4億 下滑超過50% 整個出版業的總產值啊 是懸崖式的這樣子 下滑 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救救台灣的出版業 或者我們應該幫台灣的出版業 找出路 找對策 我們在討論出版業的同時 其實我們也應該來考量 獨立書店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今年的金鼎獎啊 特別的貢獻獎 特別貢獻獎我們給了誰呢 給了獨立書店的先行者 陳榮浩唐山出版社 唐山出版社 唐山出版社是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幾乎常常報到 對 那個時候我怎麼沒有碰過你 好 我們念書的時候都有同樣的經驗 所以你看唐山出版社 這麼久了 幾十年了 不小心暴露了你的年齡 三十年 三十多年了 他還是很努力的在經營 那我也很感謝文化部給他 特別貢獻獎的重視 跟他肯定 好 但是獨立書店現在該怎麼辦才好呢 那剛剛 無事要委員提了一個圖表 我現在給秀這個圖表給大家看 按照現行的整個各個環節的利潤的試算 我們看得出來 怎麼辦 網路書店它可以賣到66折 連鎖的書店可以賣到79折 一般的書店它最多最多它只能賣到9折 在這樣子的現實的情況下 誰會先死 小型的他不利競爭 因為大型的他擁有比較殺低折扣的實力 那小型的他就沒辦法殺到那麼低的折扣 所以他就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對 那全台灣現在還有多少獨立書店 市長你那邊有數字嗎 大概同仁告訴我有180幾家 獨立書店不是連鎖書店 全台灣喔 全台灣只有 還是要不要請我們市長 市長你那邊有數字嗎 我想了解一下 因為獨立書店它沒有一定的一個定義 我們獨立書店聯盟他們就有去清查 他們那個清查的清單是188家 188家 天啊 全台灣耶 但是經濟部他們就是那個有工商登記 是有批發零售的那個登記的那個書店 是有2000多家 那個不算 按照文化部的定義的獨立書店只有188家 現在 30年前有幾家 市長你那邊有數字嗎 沒有 現在有188家 也許部長可能有一天你離開文化部的時候 可能剩下各位數了 的確這個書店的減少是一個非常大的趨勢 因為它立即縮小了書跟讀者 那個消費者閱讀者之間互動的節點 所以這個的確是重點 它不只是一個販賣書籍的場所 折扣站的衝擊非常大 其實我們要去保護的 折扣站的問題 它是一個文化的載體 它對於社區或是當地的人文 它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地標 我們台中在日治時代有一家書店 叫中央書局 它是文化協會創辦的 大概在十幾年前也歇業了 後來很長的時間在賣安全帽 很可惜啊 我們都花很大力氣想要讓它 恢復原有的中央書局的原貌 它的功能 但是還是沒有很好的成就 我們來試考看看 你今天在報告裡頭有提到 我們要圖書統一定價是不是可能變成文化部的政策 過去黃孟琦部長也提過這個政策 部長 你現在有沒有認真在考慮 是不是我們要來把圖書統一定價變成文化部的一個政策 報告委員 我會從定價制以及帶動消費兩者一起思考 那定價制就比較可以減輕這個折扣站的衝擊 讓大小通路各有發展的空間 但是定價制目前在出版業界過半數支持 但還有一些疑慮他們擔心說價格如果沒有辦法下殺 那是不是會反而買氣更少 所以我們同步要帶動消費 就是帶動閱讀然後帶動消費 所以還有其他政策工具看怎麼來配套 對 我們要思考層面可能蠻多的 國外有幾個案例像日本 德國 法國也算成功 但英國沒有成功 以色列沒有成功 墨西哥沒有成功 當然我們要去了解它沒有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那以色列就是它做了以後下滑 對 所以這裡有一些英國關係就是說 它如果是大趨勢下滑 有的是說它定價制撐不住 或是說它定價制作反而更下滑 所以我們會進一步來思考怎麼樣避免 它的這個沒有達到政策目的 所以它必須要有更全面的思考 從帶動消費端 然後帶動閱讀文化 必須整體性的來做 對 要去整體性的思考 在推動這個案件 這個政策之前 我想希望文化部可能要先評估 專法制協制還是要怎麼樣來落實執法 執行面怎麼來執行 我們要去制定一個專法呢 還是去協議呢 那你如何有效的讓這些出版業 書商 商店 店家 連鎖店 他們可以來配合你們的執法 有沒有可能 如果沒有做不到 如果又沒有法則 那這個政策就不會成功 所以這三個問題的確真的委員提出來 我們都要思考 那工具的話就是恐怕兩者都要 當然我們是希望現在的交價競爭是一個趨勢 當然會扼殺了獨立書店生存的空間 它會惡性循環 但是我們也很擔心 這個政策一實施會不會創造另外一個 下一波的出版業的寒冬 這個要好好討論 對 所以我是說這兩個一定要一起思考 好 那未來你們會去制定一個專法呢 我們會先來展開跨部會的協調跟討論 那未來恐怕的確需要專法跟整個政策配套 所以必須要整體政策搖以並提出來 好 那在這個之前我想請文化部來檢討 國際書展 我們每一年都花了很多錢 去年花了 今年花了一千多萬 一千六百萬 辦了國際書展 結果是參觀的人數近七年最少 出版社近十五年最少 現在的國際書展功能就變成 這一些出版商折扣出清的大賣場 非常非常可惜 我們來檢討這些租金昂貴的攤位 其實這些租金昂貴的攤位 最多可以到八十幾萬 那最少一般攤位也要三萬多 可是我們卻看到有非常多的NGO 他們屬於弱勢的出版業者 他們租不起國際書展的攤位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文化部演理 在明年度如果還要再辦國際書展 是不是可以考量 有一個專區 給這一些 並不是主流的出版業者 他們可能是公益的 他們可能是弱勢的 可不可以給他們有一個攤位 進來國際書展 可不可能 這個跟委員報告 的確我當立委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就不利於很多獨立的這個NGO 獨立的這個出版或NGO可以進入 那我知道說 部里同仁已經有跟經濟部外貿協會 他們的一管的部分來協調 他們同意未來明年會提供這個租金的折扣 那我想文化部我們也會協助 讓這個書展要多元化 大家可以進入 那所以也包括說這個書展 那有50萬人 但是委員指出來說人在變少 所以書展呈現的方式 我想我們也會進一步 跟出版業界大家來討論 讓這個書展的平台或空間 能夠讓大家它更是一個交流互動 不是只是初清庫存圖書 真正創造一個交流互動的平台 好 謝謝部長千頭萬序 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黃昭偉 謝謝 我現在請張廖萬介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鄭部長 謝謝 副長辛苦了 我想今天大家都來探討 出版業的一個困境 那我想出版業這個產業 是真的是慘 就是說從它的這個 剛才很多我們的委員 都提到了整個很多數據 包括我統計的 那我在講 在質詢這個之前 我想到在網路也看到了一則新聞 在2011年那個英國倫敦大暴動的時候 他說很多這個店家都被搶了 很多店家 包括這個手機業的啦 或者這個皮鞋店啦 或等等都被搶了 聽說唯一還可以開的是書店 所以這個其實 在這個網路世代裡面 其實書店在各國我看都 這種實體書店 大概都面臨一些困境 那但是因為文化業它本身 各國的政府大概都會有一些策略性 政策性 它會去保護 或者說會去這個協助 那其實這個協助的方向也很重要 其實我們也看了文化部 我其實很仔細的看了你的報告裡面 那尤其是最後我們要怎麼樣子來解決 這個目前出版產業 我們怎麼樣的振興 那你的方案裡面有六大方案 我想問一下部長 你才來兩個禮拜 你這個六大方案 我熟不熟 還是這個是延續性的 好 對 跟委員報告 這個書面報告 六大方案有一些是 的確是延續性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 特別在口頭報告的時候 我也另外提出五點 就是說更focus在出版產業 這個結構的調整裡面的五個面向 的一個政策思考 所以在既有的 部裡的同仁的措施之上 怎麼樣真正去面對這個出版產業 整個萎縮的這個結構性的問題的挑戰 那我有提出五點的這個進一步的 未來的聚焦 我想在你的這個口頭報告裡面 大概也都提了 那其實我們今天很多委員來 當然也是跟你探討 就說怎麼樣子 包括剛才大家提到的 就說像在英國像這麼很重視文化 那他們的文化的產業 在英國也是被政府保護的 這個推動的產業之一 那他們也是這個現象 社會現象也是產生這樣一個現象 當然我們要講的 我們來看幾個數據 剛剛你都看過了 包括台灣出版業的景氣 這個台經院做的這個產業報告趨勢裡面 也提到 從2011年到2015年 其實整個出版業 那當然不只是書籍 它是各種出版業 其他從659億的產值 一直降到去年的502億 那其實降最多的 就是我們在看下一頁 就是有關這些書籍出版 其實它從350多億 降到190億左右 像這樣的一個數據 它的減少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那我就發現 101年的時候 剛好我們文化部成立了 從行政院的幕僚單位 一個文件會的地位成立了 可是它顯然成立了之後 我為什麼剛才會提到說 我們提到了出版業的振興方案裡面 有六個措施裡面 我一點一點去看 其實是具細擬移 那到底我們投入了多少資源方向都不對 那否則我想這個都是延續性的 那否則從101年 102年 103年到04年 我們看到整個出版業 其實是急速的在萎縮 剛才還有萎縮 那是懸來式的數字 從353億掉到192億 那顯然文化部的成立 並沒有讓這個產況 這個產業 能夠看起來起死回生 或振臂起衰 那其實我們再來看一看 我剛才提到 其實像英國 他們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可是你從全球的出版業 我們從台經院的趨勢報告裡面 也看到 其實它從2010年到2014年 雖然全球景氣在這方面它的增加 它相較於其他產業是少的 但它還是正面的 它是微幅在增加 那再看另外一個資料 下一頁 2014年我們國人 台灣在休閒文化消費的支出上 其實也沒有減少 也都是在增加 也在增加 那剛才我們就看了 其實現在的網路世代裡面 我們國人的閱讀習慣其實在改變 我們現在台灣我發現出版業 剛才提到一個數字 不但是書籍方面的類似的出版業 它在萎縮 我們電子書 電子書的閱讀的習慣在增加 可是它的產值增加的速度非常的慢 那部長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你所了解的 你這兩個禮拜來 你所了解的說 我們的閱讀習慣在改變 我們過去大量的在看紙本的書 那我們從網路裡面 或從手機裡面 那我們看了很多電子書 可是這些電子書的產值 到底有沒有隨著增加 產值是略有增加 我們101年 數位出版的產值是 電子書是6.85億 103年大概有9億 對 它的 不過的確從跨國比較就是說 它減去的 書本減去的產值是100多億 更多 電子書我們說它的習慣改變 可是它的電子書能夠彌補的 那這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就是說 它不完全只是數位出版取代的問題 就整個產值的萎縮 圖書出版的部分 不是只是數位出版取代問題 它是折扣站 折扣架 折扣站造成惡性循環競爭 我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其實有寫到 我想文化部的同學大概有提到 所謂的台灣的現在電子書的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面對挑戰 大家都看免費的 內部的折扣站 對 然後外部的數位時代的這個因應 然後書店通路的萎縮 因為整個惡性競爭 書店通路小型 各種多元書店的萎縮 所以缺乏這種書店作為互動的界面 那麼跨界應用我們也沒有形成 所以它沒有辦法搭著整個文創產業的發展 也來提振 那當然我們對外輸出 你看這個委員指教就是說 全球市場是有成長 但是我們對外輸出的部分 成長也是有限 對 所以我覺得 我是剛剛口頭報告提出這五點的這個因應 第一點就解決惡性循環的競爭 第二點就是增加 這個維持書店不要再繼續減少 而且要提升書店 讓它作為互動的這個一個界面 那第三要因應數位時代 第四要跨界合作 第五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積極的來進入全球市場 我想部長你非常的進入狀況 就是說也急著想要瞭解這些問題 那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兩個禮拜要你全部都把問題都消化了 然後提出 跟同仁一起提出這個 我們提到的說 其實文化部成立之後 我們看到整個出版業 其實它的萎縮的速度還是一樣很快 很顯然就是說 整個政府的組織 即使層級提高了 那相對的資源有沒有提高 我們的預算有沒有提高 我們的編制有沒有提高 如果我們再這樣如理形一下去 我想出版業 我剛剛講那幾點是沒有 所以我會進一步來 對 未來更聚焦這些 剛剛我提到的政策教練 我想要投入很多的資源 那也要有一些決心 那其實我之前 我記得上次在這個質詢 也跟你提到漫畫動漫 漫畫產業跟動畫產業 其實我們在看 就是說我們的漫畫端 我這邊也從這次的主題裡面 我看到 奇怪 我們的漫畫書的種類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如果以前在看文字 看得厭倦了 那現在這個數位世代 或者說比較活潑的世代裡面 他們可能喜歡看一些漫畫 我那時候還提過 其實在韓國他們因為手機普遍 他們的這個數位平台上的那種數位漫畫 那個才可以閱讀的那個習慣 韓國人一個禮拜 平均看十幾部的這個電子漫畫創作 那個他們是非常興盛的 那在台灣 不但這個漫畫的圖書的出版 從101年的3220 一直降到2407 在104年 那我們看到電子書也是一樣 就是說在國土的資料裡面 有去登錄的 當然有很多可能他創作之後 他變成電子書的這個種類之後 樣態之後他沒有去登記 可是我很驚訝 103年還有83部的電子書的總數 到了104年剩下三種 這就很奇怪 部長你了解這個因素嗎 這個漫畫人才的流失 我想這個 原創這種 原創 對 原創人才的流失 這就是因為我們整個產業惡性循環 對 然後出版漫畫的這個平台 他經營也非常困難 包括漫畫雜誌 跟出版的漫畫社 出版社本身 他又是在整個圖書出版裡面 他同樣面對整個產值的下降 他本身要面對漫畫原創人才的出走 所以他真的是雙重的這個挑戰 對 所以我們認為說漫畫真的是要政府立即來協助 我知道你這禮拜聽說很密集的在跟 對 我在跟漫畫界也見過面 對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讓這個創作者可以留在國內 然後相關漫畫的出版跟漫畫的雜誌 跟討論漫畫這些平台能夠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這個漫畫基地來推動 那這個漫畫基地它基本上是一個 我們不理在既有的一個閒置空間 我們把它快速的整備 然後提供給創作者交流的一個平台 其實台中也有 他們正在蓋這個中台灣電影中心 他們花了18億打造了一個場館 但是他們的功能過去在定位上 就是數位點藏一些影像 那是讓它的產業的引進的產業相當有限 所以他其實很希望跟文化部配合 讓動漫 漫畫的人才 動畫的一個設備 能夠建立平台 我剛才提過 因為韓國他建立的那個網路平台 其實非常利於創作者 他在這個紙本的漫畫出版萎縮之後 他大量的透過電子的平台 數位的平台 能夠讓他的作品展現 那個平台數十個 三十幾個平台 然後每一個平台 每週的那個創作的數量相當的大 讓韓國人其實手機無聊的時候可以看 不看書 至少看漫畫吧 那也是一種文化樂 也是一個習慣 消費習慣 至少在這方面 它產業可以連結上去 所以我在想最後 我想也跟大家 跟我們的部長提問 你應該也知道韓國其實他們 後來因為文化 他們28年前 大概就是因為出版業界 面臨到很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他們在坡州創造了一個書城 坡州書城 那個地方佔地158公頃 相當於六個大安森林公園 他當時去選那個地方的時候 是因為是在美國 是那個北緯38度 是在前線 所以那個土地的價值 韓國的政府 他不想在那邊投資 所以他們後來在那邊 集中了200家的出版業進去 包括這個所謂的坡州書城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你可以調查資料 其實他們當時的這個 出版業界的那個自救跟結盟 那政府呢 他說18年到從1988年 到2006年這18年間 換了25位的建設部長 15位的文化部長 可是他們的出版業界 不斷的向政府爭取 結果他們不斷的 不論在稅的方面 貸款的方面 交通後來的規劃方面 橫向產業的連結方面 都有很好的表現 那麼也間接帶動了整個後來 他們流行影視音等等 周邊的文創產業 所以我想部長 我覺得剛才我提到了 就是說其實我們文化部成立之後 相關的文化產業在萎縮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好好的思考的話 除了民間怎麼樣去做連結 不一定都完全靠政府 政府可能在稅的政策 在一些政策上給他優惠 再協助 但如果業者對政府有信心 對文化部的這個 在政府的這種連結上 提供的效率稅收 他有魄力的話 我覺得這些出版業者 他也不是完全都靠補助 來提升他的產值 所以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部長我對你有信心 你了解 所以我希望在這方面 再給你時間的話 我想我們將來繼續來關心 不管剛剛兩個禮拜前 跟你提到的動漫產業的問題 現在文化出版業的一個產況 那我們怎麼樣來改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慢慢的了解 提出比較具體可行 如果行李如以這樣下去 我看是愈來愈萎縮 謝謝 委員 我們接著請蔣乃馨委員 蔣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主席有請部長 蔣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剛剛黃國書黃委員 有請教部長 您對核一重新啟動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核一一號廠 核一廠的一號機 當時在發生事故以後 經過園輪會的安全的檢查完以後 我們立法院 當時大家都認為 要非常的深蹤 所以當時我們立法院 也通過了一個提案 要園輪會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而那個提案 就是您提的 那說實在的 在過去這一年多當中 園輪會幾次向我們立法院教委會 希望能夠安排 我想當時每一個招委都不排 包括您當招委也沒有排 那現在呢 這個五月底 林全林院長新政府 現在園輪會 重新一個案子送到立法院來 希望我們立法院能夠來排 那當時當然 剛剛黃國書黃委員講說 不曉得部長您現在對一號機重新啟動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想如果您還是在立法院的話 我相信您一定會反對 不讓他繼續啟動 可是現在是您當部長了以後 您會不會支持一號機重新啟動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這個的確我當立委的時候 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那不過我現在是文化部部長 我這個雖然關心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我覺得我有意見的話 是不是蔣委員容我優先 跟行政院團隊內部 來提出我的過去的一些想法 那因為我今天是文化部長來教委會 因為昨天的報紙 林院長就說了 這個只要安全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不言意義的情況下 還是讓它繼續啟動 那而且5月30號 林院長會議法案子送到立法院來 所以我相信林院長的意識 是要重新啟動 所以如果您要跟林院長報告的話 您應該趕快就報告 您不能等到禮拜四行政院院會來報告 來跟院長反應 所以 剛剛黃委員講說 請你教他一下 告訴他這個招委怎麼做 說實在的我也想請你教我們一下 我們立委要怎麼做 是不是因為我現在文化部長 我優先對文化的部分來今天提出我的相關報告 那我內心也關心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容我有機會我在行政院內部來提出我意見 那委員就是說我們非正式的我們休息時間 或者是其他情況 那過去基於同志的這個情誼 那或許我們會交換一些意見 但是現在因為正式的質詢跟備詢 是不是我覺得說我身為文化部長 我已經不是立委 我覺得我有意見我到行政院內部來討論 那不一定適合說就所有部會的議題在這邊做評論 好 部長我也不為難你 好 我想我們就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不好 不過我想合一場的這個重新啟動 行政院真的是要慎重處理 真的要慎重處理 好不好 那有關出版業者的問題 說實在的 剛剛前面集會委員都也提到過 一個是從財政部的資料 所以出版業從99年到104年 6年的時間它的產值 它的銷售額已經少掉50% 如果是從102年103年104年 每年要少掉40億 每年要少掉40億 這個對出版業來講的話 如果一個產業在6年當中 產值少掉50億 不 少掉50% 減半 對 那這個產業還能不能存在 還能不能存活 那我們再來看 國家圖書館最新的一個報告 是今年才公佈的 他就講了 台灣的新書出版總量 持續下滑 在104年 更首度跌破4萬總 創下10年來的新低 我不曉得文化部有沒有去看過 國家圖書館的這個報告 他就講到 出版人的投資意願 比創新閱讀文本 是否持續低迷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現在 5000多家的出版業者 在國家圖書館 他們登錄的 一年只有39000多 新書 所以平均起來 一個出版社 一年只有八本新書出來 請問一下 出版業者 叫出版業者怎麼處理 所以我今天看到 文化部的這個報告 當然有提到很多很多的方向 可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這幾年的趨勢 六年跌了50%的產值 這三年每年減少40億的產值 我們105年 106年 有辦法讓它止跌嗎 還是有讓它減少 減緩它的跌市 還是說什麼時候可以止跌回升 這個在今天報告上 今天報告上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也就是說 文化部應該 除了報告未來的方向之外 對於我們出版業者 將來的目標 要怎麼做 看不到 對部長是不是可以口頭補充一下 所以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今天提供的書面報告 是同仁過去的政策 加上同仁今年新提出來的政策 那在我們書面報告裡面 但是我的確跟這個委員 剛剛提到這個整個出版業 這個五六年減半 那麼過去三年 從300億掉到200億這樣的危機 我也非常的憂心 所以我特別在口頭報告 要聚焦在出版產業的困境 政府怎麼樣進行結構性的 這個來協助 可是我沒有目標值啊 對 就是說我哪一年可以讓它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總體目標是說 我們要把惡性循環 把它扭轉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我覺得如果沒有這個政策工具的決心 那麼我現在講一個出版產資 我們再多的補助 或說再多的剛剛這些的 單點的行動或措施 恐怕也沒有辦法達到目標 那我們必須政府思考 如何讓現在出版產業 惡性循環這個結構 能夠來質變 能夠來改變 所以我剛剛有提出幾點 我有提出五點聚焦在這個產業上面的 一些思考 那進一步希望給我一些時間 我會提出一些政策的工具 那文化部去年 向行政院提出一個出版政新方案 現在在行政院審查 那這個方案 我就會覺得這個方案還不夠 你接受不接受這個方案 我接受 因為它的措施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那但是我覺得還不夠 因為這裡面缺乏對於出版產業 惡性循環結構性因素 要對症下藥 要更有政策決心 那這個方案裡面有針對出版師 每年要增加三億的經費 會是不是這樣子 有這個有 包括這個 106年到109年有一個 12.4億 每一年的三億的這個預算 那會不會顯然在今年9月份 我們要審查預算 會現在已經抱怨了 那這是措施面 措施面它需要一些預算 那有一些也許是支付面 這個三億 增加的三億是補助 補助款嗎 它有包括六個計畫 包括臥土計畫 探心計畫 跨運計畫 樂讀計畫 領航計畫 那有補助 這幾個計畫 在你的今天的報告上面都有看到 有補助 我們如何輔導我們的出版業 我們今天不管獨立書也好 書店怎麼樣子開也好 都是內需嘛 我們怎麼樣想辦法 外銷才是最重要 今天文化產業 我們影視音流行音樂 我上次也提到過 90%是內需市場 只有10%是外銷市場 如果今天文化產業 文創產業15加1 多是以內需為主 那其他的產業都不要過了 從不給文化產業嗎 不可能的是嘛 那台灣的內需市場又這麼小 兩千多萬人口 跟有些國家一兩億的人口 或者是十幾億的人口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比 所以我們根本不能光靠 內需的市場 來解決我們的產業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走出去 我們很多的人才 我們如何能夠留下來 剛剛部長講 動漫 我們怎麼想辦法把它留下來 可是我記得我在兩年前 我在這邊委員會 我就提過一個質詢 現在很多日本的大商社 在台灣設動漫補習班 來招收台灣的學生 然後畢業的時候看他的作品 如果是優秀的 就把它吸收到日本商社 然後到日本再去進一步學習 所以我們大概有六七成人才出走 所以這些人才 通通頂尖的人才 通通被日本吸走了 對 那我們台灣怎麼辦呢 如果沒有人才 沒有創新 我們能夠怎麼辦 如果還是照目前的這種方向 所以新書創作就變少了 你就是不管是怎麼樣 獨立書 我們在補助多少 還是沒有用啊 對 所以今天我們出版的政策在哪裡 我們文化部有沒有 有關正興出版的政策 如果有政策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看看 如果沒有政策 部長什麼時候可以有政策出來 目前我們同仁既有的措施已經抱怨 那麼也編列預算 那我今天特別口頭報告 我的幾項新的政策工具 跟我的目標 我會把它整個 再形成一個完整的政策 來提出書面報告給委員 那但是這些政策有一些需要 我進一步再跟相關部會 像公平會 財政部等等部會來會商 也必須跟這個業界民間 相關團體來協商 所以是不是請委員再給我一些時間 然後我會把一些需要突破的制度面 法規面的政策跟我們其他的 輔導的措施 一併整體來提出來 部長我想除了政策之外 我希望在政策裡面 還有一個目標的值 目標的目標設定 我希望哪一年可以達到怎麼樣 這樣子的話才會激勵大家 才會朝著目標去走 我說光一個文字的敘述 到時候大家看完以後就算了 對不對 所以應該有一個目標值 告訴我們同仁 告訴我們的部裡面 因為很多事情 而且跟跨部會有關 我們必須要去跟其他的部會有關 所以我希望這個出版政策 當然我會給你時間 可是我希望在下個會期開始 我們審預算之前 好 預算書送來我們政策一併 之前就會送來 好不好 政策一起給我 好不好 我相信 我想審預算的時候 我們會好好來討論 好 謝謝 好 謝謝江委員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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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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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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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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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其实 感谢观看 然后呢 然后呢 所以你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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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只是 像这个 跟我们的 感谢观看 所以為什麼要特地再提一次讓我們政部長知道 政部長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一年前 一年多以前就已經答應了 結果我等了好久都還沒等不到 你昨天我南下看長華女特別跟簡總監也聊了一下 就是希望魏武營未來能夠跟文創來做結合 他也主動提出這些構想 OK我是希望說部長有沒有概率的時間可以給我們一個雛形 因為已經等了一年多了都還沒有結果 連雛形都沒有 儘快來確認一下有沒有具體的計畫 我儘快來確認 對啊我真的是除了等到我們魏武營的硬體建設要完成之後 我們很多軟體的需要思考的 包括我們完全的需要先走在前面的 這個都應該要先走啦 是不是這個部分再拜託一下部長 好我會來關心 好那另外齁我們再問一下就是台灣的 因為這個你的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第五頁裡面有提到這個探心計畫嘛對不對 這是你們自己的業務報告寫到的探心計畫 那台灣的很多新的 你說哪位次長 沒有我沒有那麼帥啦 好這個是誰部長知道嗎 我抱歉我認不出來 他叫藤井樹啦 現在跟那個九把刀齊敏的啦 為什麼要特別提他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他的確是已經小有名氣 已經自己在自己的創作天地上 有一片自己的天氣 那一方面他是我們高雄人啦 所以我想就是說 像這樣子一個作家 從零開始到現在 能夠讓大家肯定 那我想說就是包括他的作品 都已經從網路的作品變成書籍 大部分都有出書 那也希望說部長可以花一點時間 把我們新的作家新的作品 能夠來努力 最後這一本還蠻好玩的啦 這一本是中國的歷史 但是呢是用漫畫的方式把它寫出來的 那我一直在想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到我們台灣的歷史 也用漫畫的形式把它表達出來 我們那個漫畫協會理事長周孟順先生 他也創作很多歷史的話 所以就是說像這樣子也希望說 部長我們文化部可以發一點點資源 發一點點方向 然後把我們很多的台灣的歷史也好 對 跟我們其他政策做結合 可以多變成說由文化部來主導 跟教育也是很適合結合 對 就是文化部跟教育部結合 然後一起來主導 對 這個方向我覺得 我原建議非常好 有一些這個可以其實讓我們台灣的小朋友 可以更很快的學到我們台灣的歷史 我們也思考把漫畫帶入文化體驗教育 跟其他的內容來做結合 對 所以這個教育跟文化 漫畫一個是畫圖的畫一個是說畫的畫 這個漫畫要畫也要有畫 漫畫漫畫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把我們這個文化 把它表現出來 希望說部長能夠多努力 好 謝謝委員 再提一次我們的動漫館 我們的魏委員 希望這個部長一定要把它謹記在線 我會早時間到高雄來實地來了解大家的需求 好 OK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著請黎立芬委員 主席好 麻煩請政部長 部長先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你在上週已經在行政院會上面 有針對我國出版業提出了兩項的措施了嗎 好 那非常的具體 然後在這邊也要肯定部長所做的一個努力 好 那接下來可能就要請教部長 因為剛剛部長你在口頭報告裡面有在分析我國的出版業的一個困境 那裡面有特別提到了所謂的書架大量折扣的問題 那在這裡沒有錯 我們發現說現在我們在書室的這種折扣已經變成一種常態 那這樣一個情形第一個被犧牲的其實就是您剛剛在報告當中有一直提到的獨立書店 因為這些比較小的書店它可能沒有辦法像網路書店還是聯手書店這樣給那麼好的一個折扣 所以在競爭力這邊就會降低了 那第二個犧牲的其實是消費者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一般民眾不知道的 那其實一般的民眾可能會以為賺到了 因為買到折扣的書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書架其實它是虛胖的 因為現在定價新書一上架 其實大概就是七、九折 所以其實它並不是呈現一個真實的一個書的定價 那再來呢我們看到說比較更慘的就是出版商 因為他們常常會被通路來凹折扣 然後成本要自己吸收 那最後我們可能都會以為說大型通路可能是折扣的贏家 可是實際上短期可能是 可是實際長期來看 如果說一個產業它是長期的在相互的消耗 我覺得說這樣一個市場的未來性也是堪率的 所以其實看到這樣一個大著很大的一個市場 出版市場 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會犧牲的文化多樣性的一個可能 那我想說其實剛剛部長的一個回復還是報告當中 已經都有同意這樣的看法 那剛剛其實之前也有多位的委員也一直在討論 就是圖書要那個定價的那個統一定價的一樣的政策 那我這邊就有整理一下各國的一個做法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說這幾個國家 他們對於一般的消費者跟公共的圖書館的採購 其實都有一致的一個規定 還包括電子書都在規範的範圍裡面 那如果要給折扣的話像日本這邊的話 其實定定折扣要給多少的權利 也是由出版商來決定而不是通路商 那我們再來看看那個韓國 因為他們近期文化產業 竄升得非常的快 那他們其實在2003年也已經制定了 立法統一書架 那在2014年他在修法加強強度 就是說所有的圖書折扣最高不能夠超過15% 那下面有一個例子是英國 就是說他已經有執行95年的一個制度 可是他在1997年廢除 可是後來在2009年他們的統計 這當中也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有500家的獨立書店 因為這樣子來關門了 那我想請問政部長就是說 中關這麼多國他們的一個書架的一個政策 你會覺得說有哪些是我們可以來借鏡的 來採行的部分 謝謝委員 這個詳細的跨國比較 那麼所以我覺得說各國經驗來講 圖書定價制我們要來思考 那不過的確剛剛委員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前面我們還沒有探討的 就是說在目前的折扣在裡面 或許消費者會認為說對他是有利的 但其實並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他也許拉高的價格在進行折扣 所以目前的折扣站最大的影響 還是來自於說這個競爭的失衡 因為大小通路之間彼此競爭的失衡 那對大通路而言如果說整個產值萎縮 事實上對他長期也是不利的 所以短期看起來也許他競爭也有利 但長期是整體大家一起衰退 所以的確我覺得我們會思考就是說定價制 但是為了避免有些業者擔心說 會不會價格比較高以後他買氣反而下滑 所以我們會帶動同時帶動消費的政策 一起來思考 所以我想我們會參考其他國家 定價制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期間之內不得低於某個折扣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跟業界大家來協商 來進一步討論 謝謝部長 就具體要是多少時間 然後多少折扣的一個區間 我想我們進一步跟大家來討論 謝謝部長 因為這個也就是我等一下關心的 因為其實在圖書定價制度 我相信他不是那個萬靈丹 應該還是有一些國家是失敗的對不對 像這個我剛才講到以色列 以色列他是做了以後 他因果關係我不確定 是不是定價制造成衰退 還是說他本來就衰退定價制撐不住 所以我覺得我還要進一步了解 跟大家進一步討論 我這邊我看到的資料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兩個國家他們是失敗的 一個就是墨西哥 一個就是以色列 那在墨西哥這邊看到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他們雖然是說要統一定價 可是沒有強制去 對沒有去落實的作法 對沒有去落實的作法 所以到最後他是變相的處罰 那個在遵守這個法律的通路 所以是變相處罰 對就是要有落實的政策 對…一定要落實 那第二個就是說以色列這邊 以色列這邊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他們統一定價之後說他們 一開始新書上架之後的整個銷售 就下滑了大概四成到六成 那我覺得說這個部分 可能可以去探討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讀者是不是消費者購買者 他們以為他們認為說數價變高了 所以不願意去購買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部分 會變得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子去跟讀者溝通 帶動消費 或是說政府能夠協助他們 也許我們在文化平潛的角度 比較相對能力比較低所得的 或者是說能力…或年輕人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協助的相關的政策 所以我想說在這邊就是要提醒部長 就是說我們一個政策要上路 真的要充分的一個溝通 謝謝…謝謝我也提醒 那這邊我也知道說我們在文化部 已經有委託我們政大的教授 在做一個專業的影響評估 那7月應該會完成 那之後也會召開 陸陸續續召開公聽會 那在這邊就是要建議我們部長 就是說這個公聽會 一定要廣納各方的意見 不只是出版相關業者 我這邊也要提醒說 我們能不能把社會大眾的意見 也能夠拿進來 我們也會儘量要請社會團體 跟消費者團體 消費者團體也一起來 因為我會覺得說這個部分 其實如果可以從消費者團體知道說 這樣一個定價其實對他們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後對產業是有利的話 我相信說一般… 我覺得這個討論非常重要 那我未來所有的政策我都希望能夠有擴大公共諮商的一個過程 OK 謝謝部長 那接下來要請問部長第二個問題 這是那個… 這是部長在一上任的時候有公佈了那個五大市政的一個主軸 那很可惜那時候我還沒有避不上來 沒有辦法詢問這個問題 那我想說今天再針對這個部分來詢問部長 因為我想部長你的另外一個身分是母親的一個角色 所以你擔任文化部長這樣的一個身分 這段期間其實真的有很大的一個期待 就是說部長能不能在這段時間能夠讓我們的文化生殖在我國的兒童跟少年 所以在這邊要詢問部長的就是說 聯合國統權力公約的施行法其實在2014年已經通過生效了 那根據聯合國統權力公約 鄭部長你知道我們文化部要負起哪些任務嗎 其實很重要就是說文化不因這個族群身分區域年齡 各方面有所落差 因為文化是一種基本人權 其實兒童也有他的文化權 那身心障礙的朋友 大家都不因他年齡身心條件而受到不同的障礙 好 謝謝部長 這是這個整個是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的一個精神 那我們如果更聚焦到我們那個文化部的那個業務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有幾條是跟我們有相關的 第一個就是第13條 就是兒童要應有自由表示意見的權利 那他表示意見的方式 他可以透過言辭、書面、印刷、藝術形式等等的 只要是兒童少年覺得他可以選擇方式其實都可以用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跟我們有相關的 那第二個有相關的我會覺得應該是在第17條 就是兒童少年有權利獲取適當的資訊 那這個資訊是應該兒童可以看得懂的 資訊的平權 對 那這個部分也是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文化部應該要富起的一個工作 那再來就是第31條 31條有提到說兒童少年有休息、休閒 還有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的權利 那這個部分其實跟我們的文化部的業務其實就更喜喜的一個相關 所以在這邊就是要來特別來期待我們部長 因為我知道說我們的接下來我們應該會召開全國的文化會議對不對 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因為我們知道兒童公園它的四大原則 其中有一個原則就是尊重兒童的意見 那尊重兒童的意見是只要跟兒童相關的事物 要做任何的決定的時候都應該聽聽兒童的一個意見 所以在這邊我會要建議我們部長是不是在召開這個文化的 全國文化會議的時候能不能邀請兒童少年來參加 我們來努力 這個委員的想法就是我過去在青府會的時候 我也落實就是說青少年政策有青少年的參與 那有時候有人會說青少年怎麼懂政策 但是我當時的想法其實法國的相關的兒童的政策的委員會 他們會有兒童在家長陪同下的情況列席 倒不是說要他們提出政策或他們來決定政策 而是說他們列席會避免我們政策的盲點 因為我們的政策是不是忽略了他們的這個觀點 或說有這個甚至侵害到他們的一些基本人權 所以也許有他們以及家長相關或者是兒少團體的 共同的在這個列席或者是參與 比較能夠避免政策的盲點 所以就特別期待喔 是希望能夠部長能夠在這個會議當中能夠安排進去 就是讓至少 比較好的就是說我們能不能特別對兒少來開一個文化會議 那如果不行的話至少在這個全國的文化會議的部分 一定要有專場的部分讓我們的兒童少爺可以來參與 或許也許必要的時候有家長來一起 是我想說其實一定要納入兒少的聲音 因為我們這樣的文化才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那最後呢我這邊有一本書想要送給部長 因為期待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台灣展示協會所出版的兒童人權項前行 就是了解每個兒童公約裡面的每一個條文的一個精神 那也會希望說這本書送給部長 希望能夠為兒童的文化的參與的這個部分 然後請部長能夠多多來協助這些兒童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大家好 我們請正部長 侯委員好 部長好 其實剛剛立芬委員那個建議不錯 兒少文化參與的一個會議 我覺得是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來試行看看 就是說不僅它是一個國際公約 它也是關乎我們所有全國兒童青少年的一個文化參與的權益 要能夠在地本土 我覺得這應該從我們政府部門開始來試行看看 這個我倒是滿支持的 因為我也是兒少的家長 如果有這樣的會議我會來報名參加 這第一個 那談到兒少 我們今天很多人都關心出版業 那也很關心兒少最喜歡閱讀的動漫 卡通 我不知道 部長 部長應該知道這個卡通嗎 現在最紅的 腰怪手錶 腰怪手錶 對 我們甚至很多的學校的小學生的體操 就是用腰怪操來當做他們的體操 腰怪手錶 那這個呢 哪一個國家出版的 日本 日本 那部長你可能很難想像喔 一個日系的卡通腰怪手錶在台灣在亞洲紅到什麼地步 而且呢這一部的影片的成功 還不是只有他的一個轉播權力金的一個成功 而是呢他的附加的周邊的商品 非常非常的多 他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商機 真的是你無法想像的 所以一部成功的卡通 他有這麼多邊的效益 其實今天很多委員都有提到 抑鬱的結合 多媒體的一個整合 可以使一個動漫 一個卡通 可以成功的吸收了很多的經濟的一個效力喔 這個是我們現在幼兒園小學生的最愛喔 我兩個小朋友 每人都有一隻妖怪手錶 而且每個妖怪手錶的 這個上面的這個表面的那個卡片還不一樣 每一張卡片都要用錢去買 所以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喔 我是當媽媽的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不過我很遺憾的是什麼 我們看了現在的所有的幼兒園小學生 他們所看的卡通動漫 他們是外國的 對 都是外國的 我的孩子也常看那個BBC天線寶寶 天線寶寶也是英國的喔 妖怪手錶是日本的 巧虎也是日本的 那剛剛 許智傑委員有提到說 有一個台灣本土歷史的一個 剛剛您說的那個漫畫家 事實上是有出版一個 針對台灣歷史的 不管他是兒童版少年版 但是他的通路不好 不暢銷 所以我們 在中國反而賣得很好 我們台灣在地的家長 甚至是學校公共圖書館 甚至都不知道有這樣子 這問題出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再來探討 接著來 下一張 國高中生大學生的最愛 海盜王 航海 海盜王 還有呢 旁邊是灌籃高手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也是席捲全亞洲 甚至全世界 也是日本的 來 這下一張 從幼兒園小學生到國高中生 下一張呢 上班族 我們的上班族要看什麼 我們的上班族 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我想這個大家耳熟能詳 甚至現在有電視劇了 還有電影版 對不對 那旁邊還有一個 神之 那阿 這個是日文啦 是都日本的 都日本的 這個中間的這一部漫畫呢 他在討論葡桃酒 紅酒 對 紅的鑰匙 所以他就帶動了法國 紅酒產業的成長 是 部長你也了解嘛對不對 尤其是某個產地 我現在忘了那個產地 某個產地 法國的某一個產地的一個紅酒 好像成長的6% 對 然後呢 最旁邊一個小營的青春 又改編成電視劇電影 是日本的女性上班族的故事 這些 今天 這個階段是三個三部 都是我們所謂成年的一個卡通動漫 他的一個多媒體的一個呈現 我想 部長 從剛剛的 幼兒園小學生到國高中大學到上班族 我現在舉的只是一個日系 日系的一個漫畫動漫 對台灣的一個影響 那接下來下一張 我們再看喔 整個我們現在的銷售數字 柏克萊的一個銷售第一名的日本漫畫 就是剛剛講的深夜食堂 柏克萊銷售的第二名 是我們剛剛講的海盜王 那金食堂的銷售第一名的也是日本漫畫柯南 那台灣台灣最近有很多新進的一個漫畫家 也很受到歡迎 不過再怎麼受到歡迎 他們的銷售數字都在蠻後面的 柏克萊的銷售成績最佳的就是你剛剛講的 有一個楊靈欣漫畫家他的火人 是最近最暢銷的 值得肯定 但是也只不過排在第18名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排到第49了 所以我今天點出這些 我是要告訴部長說 其實出版業的一個困境 其實都大同小異 不管你是動漫或者是輕小說 或者是大部頭的小說 都差不多大同小異在哪裡 我們除了要有創作的人才怎麼培育 怎麼能夠傳承下去 我們接著我們要知道的是 他創作端了之後 他怎麼跟出版接上軌 出版業現在面對了 又有電子網路上的一個衝擊 出版之後呢還有行銷通路 包括剛剛很多委員在講的 要不要統一售價 通路的統一售價 這牽涉到不僅僅是 中間的一個盤商的問題 實體店面的問題 他還牽涉的是 有沒有人要買書的問題 供需的問題 市場的一個自由度的事情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都是我們政府 我們文化部 你身為部長裡面 要給我們一個全盤的一個 國家的一個文化出版政策的一個 大戰略大思維 還有怎麼去落實跟執行 我記得現在畫面上這一張 是最新一季的日劇 重版出來 這個日劇它其實也是漫畫來改編的 而這個畫面是什麼 漫畫家在跟他的助手 介紹新任編輯的畫面 我為什麼會取這個畫面出來 我們剛剛談了很多動漫 我剛剛拋出了一個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向下 我們從小問題來看 一個漫畫家 在這個畫面上有四個助手 部長你知道嗎 台灣的動漫畫家 有沒有可能一個漫畫家 就有四個助手 以現在來講 其實我們國內漫畫家都很辛苦 它是一個人 都是一個人 要身兼素質 台語叫做好兼講情 我們的確是產業的規模 還沒有辦法到這樣的 日本的動漫的產業規模 透過他的戲劇 呈現出來的一個漫畫家 有四名助手 而且還要介紹新任的編輯 表示在這個動漫家 他把他的這個創意 實際呈現出來 背後還有專業的人才來幫他畫 畫完之後呢 他還要找一個編輯 而這個編輯 是在出版社跟漫畫家 中間的一個媒介平台 也就是說他有一個產業的支撐以後 事實上這個整個產業的生態系 要讓他能夠長出來 然後各類型的人才要能夠培養起來 對啊 所以我現在用這些 這幾張畫面來告訴部長說 我們今天很多委員都關心動漫 那台中也即將有一個動漫基地 但是我們希望動漫基地 除了是硬體之外 真正我們需要的是重建 動漫業界的產業鏈 每一個環節都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培養的人才是從找故事開始 找完故事 收集完素材之後 他要能夠說故事 說出來之後 他還要能夠有這個專業技能 可以畫出來 畫完故事出來之後呢 他這個東西還必須要有人欣賞他 願意幫他出版 還要呢 找到出版印刷之後呢 還要有人願意幫他行銷 打通路 鋪貨 而這個有沒有成功還不一定耶 你能夠鋪貨出去不見得能夠成功 還要看有沒有銷售的數字 部長 這一連串的產業鏈裡面 其實在出版業大同小異 但是在相對規模比較小的 市場比較小的台灣的動漫界來講 是需要去打造 需要政府去幫忙的 所以我請部長可不可以再告訴我們一下 你已經有理解了 也已經有概念了 那可以在政策面 包括在我們台中的動漫基地 還可以做些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各位報告 目前文化部我們有一個漫畫基地 但是那個不在台中 我們在台北有自己文化部的一個閒置空間 我們立刻準備出來做一個創作者交流 那漫畫基地跟台中未來的區隔是什麼 台中因為這個 的確有些朋友誤會說 台中目前那個計畫 是台中市政府提出來的 所以並沒有說文化部四十七億 要蓋台中的這個動漫園區 這一直是一個誤解 我們有的是台北 我們有個既有的閒置空間 準備出來做漫畫基地 那台中這個園區 是台中市政府提出來的 我看它比較是像是在動畫這部分 或遊戲的部分 它需要一些製作的基地 那因為台中同時它有影視基地 台中市政府也提出來 所以我會進一部分台中市政府來討論 建議說是不是他們可以思考整合 讓它效益是可以這個相輔相成的 然後台中市政府做 那我們再看從國家ACG產業 跟影視政策部分 看有沒有可以彼此搭配的地方 對部長這個我就是要請你幫忙 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來整合 資源不要浪費 但是各自可以發揮它的功能性 北部的漫畫基地請把它定位好 台中市政府的一個動漫基地也定位好 大家各自定位要有硬體要有軟體 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培育 產業鏈的怎麼樣去扶植它能夠成熟 我記得在民國99年的時候 國土曾經有過一個有關動漫的一個會議 也有一個漫畫屋的一個開張 那時候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稻田出版社的一個理社長 他曾經有做過建議 他說我們過去文化部的思維 只是設立獎項來鼓勵 這沒有錯 但是設立獎項來鼓勵漫畫家的創作之外 後面銜接該幫忙的是什麼 第一點文化部一直以來都沒有具體的措施 我剛剛講的漫畫有人才之後有創作之後 作品要行銷 如何去幫忙他們行銷 如果沒有一個具體的策略跟輔助的一個方案 其實光是設置一個獎項來鼓勵 也是有氣無力 不是最有力的方式 那還有呢 你剛剛講的結合影視相關多媒體的呈現 我覺得這些資源包括 我們過去都在批評文創基金的一個濫用 事實上文創基金是一個這麼龐大的一個基金的效益 他如果可以多關照一些 比如說動漫的跟其他媒體的異域異業的一個結合 跨域的結合的話 我想這個才會從 從無到有是一個完整的一個 透過政府的政策工具的引導 他才可以形塑他才可以成長 所以 部長我們期待你也期許你 可以嗎 這些政策我們都會來整體來思考 再拜託了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何委員 好 謝謝何委員 謝謝鄭部長 接下來有請我們陳學勝委員 謝謝主席 部長還有本位委員 大家好 部長請 有請鄭部長請 趙委好 部長好 這個 接下來有三個議題 都跟前立委 鄭立軍有銜接的關係 當然 我也特別要先提到 就是說 閱讀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那他除了很多資訊的分享之外 還包括一個深度的思維 我想這點我們都應該會有共同的感受 包括以前我們會強調這個 楓岩斬書讀 古道照顏色 我想這中間 一個國家的國力 這裡面從思考上面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今天排這一個專題報告 還有他背後的思所在 尤其對於一個出版業來講 對一個文字工作者來講 人家講說 自古古來自有贏者皆寂寞 實際上文字工作者最寂寞 因為他寂寞的原因是 他還比視覺藝術者 表演工作者更困難 因為他有一個語言溝通的障礙 所以我覺得對於出版業 希望部長在你任內能看得到 在這個領域上面 給予高度的肯定跟鼓勵 還有支持 那當然這裡面就談到 就是說 這中間涵蓋的是一個期許 就是說一個深度的思維 就是要培養國家要有一個知識分子的 一個風骨跟擔當 那就是接下來我要問的部長的問題 我們最討厭 也不喜歡被別人講說 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那有些事情它是一貫的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剛剛已經有兩位委員已經提到了 我在這個禮拜三 我要做這個合一的報告 那這個報告的題目還滿清楚的 就是要談新政府如何處理合一場停機 以及台電供電缺口之問題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這算不算當時 你所謂的合一場如果要重新啟動 這個專案報告算不算專案報告 這個報告委員 就是對於合一以及這個非核家園相關核廢料的問題 的確是我上一屆立委任何我非常關心的問題 所以我有相當這些提案 那我現在做文化部內閣成員議員 那事實上有時候圓能會主委 經濟部部長也會 偶爾我們也會討論 那所以是不是委員容許我說 我有相關的想法時候 我可以在行政院內部的團隊來提出來 那幫我一些想法建議給相關的部會 那因為我今天是文化部部長 的確也比較難說針對 所有的政策議題在這邊評論 我知道 我不需要你評論 我說你的態度會不會改變 這個想法當時我提案的這個原意 是說圓能會在這個完成這個審查前 來這個委員會報告 對 那您反對他重新啟動的立場 應該不會變吧 其實我當時的這個想法 並不是那麼單純說反對 我當時那個提案的一個想法是說 這個他必須他在同意啟動同意審查前 因為審查權還是在圓能會 那麼希望他來委員會報告 來讓委員了解說他同意與否 他的考量是什麼 那他的確涉及核一老舊 那麼核一是不是適合在用 那另外他還有燃料池滿池的問題 他繼續用的話燃料池就會更快的滿池 那滿池之後就有核廢料處置的問題 所以他是整體的問題 那當時的一個提案想法是說 那要啟動是不是讓他能夠就整體 未來他的一個想法 跟他的考量來做完整的報告 再來討論 所以其實審查權還是在圓能會 但是來跟委員會做一個溝通 這是當時提案的一個想法 我反核的立場沒有變喔 好 那這樣就好 我接著帶子還是 我是人 我反核的帶子 哪裡 你是帶什麼帶子我看一下 我可以帶出來 給我看一下是什麼帶子 因為我知道你很疼孩子 所以我就想 我是人 我反核 好 那我知道你的態度立場了 好 謝謝部長 那接著這個如果說 現在的行政院團隊說 希望要借起不連續 那您的提案就失效了 您贊成嗎 這個由委員會來 由委員會尊重大院的一個判斷跟決定 好 那我是想 應該是反對借起不連續 所以應該是要繼續審查嘛 部長 我幫你回答 這個真的是完全尊重立法院的認定 好 部長我講的用意就是說 我希望你的態度 都把它很清楚的一致都講完以後 但是我也很擔心說我這個報告 原本只是很清楚的要新政府 就像你剛剛對於這個合一場一號機 要不要重新啟動 希望有一個態度明確的表態 不涉及要不要重新啟動 但是因為聽說有人要偷渡了 所以我也很擔心被偷渡成功 所以我想我也跟你的立場就一致好了 所以我就決定這禮拜三 我就不排這專案報告了 所以我決定把它改成這個 教保服務人員任用條例 部長你這樣可以放心了吧 你就沒有困擾了 可以嗎 尊重委員會的這個安排 那我想我的想法 我會在行政院內部團隊 我希望部長您這個態度繼續堅持 我想這一點是我對您欣賞的一個 最重要的動力來源好不好 不要讓我失望 那接著我要跟部長請教的是說 太陽花學運它會造成 跟好名義的一篇投書有關係 對不對 太陽花學運 當時好像關心出版業 對 出版業 在服貿裡面是否會受到衝擊 對 因為很擔心 未來服貿通過以後 兩岸的出版業很不對等的交流 然後台灣的出版業 可能是因為大陸印刷業進來以後 整個被消滅 會不會因為印刷而影響出版業 對 但是實際上兩岸的出版 還是持續在交流當中 對不對 現在兩岸就是說書 基本上在他們審批之下 還是可以去 然後授權有的還是可以去 但是因為他們有審批制 但出版是不能去的 對 但是我們在那邊的書 是可以發行嘛 對不對 就是可以授權在那邊發行 或書本身可以進去 對 但是在那邊發行 經過審批以後可以進去 好 那接著我就要請教部長 原因是當你在做政立委的時候 對於台北故宮 很多我們的這個衍生性商品 受到侵權 你對於故宮 你有很多的要求 認為沒有善盡保護之責 那我現在就提一個案例給你做參考 這是我們台灣 出版社千辛萬苦 出版了一個福特萬格的一個 非常傑出指揮家 他的一個作品 這裡面包括他的書 包括他的音樂的CD 結果大陸很快的 不到兩個月之間 就完全仿冒出版完成 然後也在大陸淘寶網 也有賣家 然後甚至我特別要跟您提到 連大陸都還給了他一個 核可販售的許可證 完全百分之百 用解鐵字 然後幫我們做了一個 盜版 那麼您在你的沃圖計畫裡面 要輔導我們台灣的出版業 對 報告第四頁 避免受到侵權 那我想請教您 我們可以受到什麼樣的保障 因為這出版商 就百分之百 用了自己的心力 創造了一本暢銷書 但是在大陸百分之百 被侵權 然後在淘寶網賣 賣了以後 現在出版商 以這個案例來講 他可以找誰來找到協助 因為我們同仁了解是說 因為制裁局 其實他們也有在關注這個議題 但是我們希望在文化部主管的 相關的產業裡面 我們更進一步了解 就是說能夠去輔導這些著作權 他特別了解出版業的狀況 部長我給您報告 我們藉由他們的 自從兩岸簽訂了海峽兩岸 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之後 沒有任何實質解決的辦法 那身為一個文化部長 您一直希望讓我們出版業 能夠蓬勃起來 我就告訴你一個在台灣 一個很成功的出版品 在大陸就被這樣子百分之百的侵權 那您對於台北故宮被侵權 您有強烈的 對於故宮很大的要求 我今天要強烈的要求部長 你怎麼保護台灣的出版商 好不容易一個成功的出版品 被大陸侵權的時候 在淘寶網賣 你能怎麼樣保護他們呢 我會來重視 我會非常來重視 是不是委員給我一些時間 我們來跟陸委會跨部會 還有相關制裁局 我們大家來延商更強度的一些 保護的一些做法 部長這個回答太空泛了 因為兩岸一直是您最弱向 因為你以前都拒絕回答這個領域 所以我才要問部長 以前只要拒絕兩岸交流 包括兩岸文化論壇 前瞻論壇都可以 那委員我並沒有完全拒絕 但是我沒有看過你具體作為 所以我現在就以這個具體作為請教您 那這個出版商他可以跟誰投訴 誰可以來保護他 已經發生了 我們誰可以來談 市長您可以 市長我們有什麼作為可以做嗎 現行的部分我先請市長回答 然後我待會補充我們未來 怎麼樣強化好不好 報告委員 現行的做法是制裁局跟對岸 他們有一個窗口 那這個窗口的話 就是業者如果有受到侵權 他們會去那個窗口投建 但是因為這時間 有哪一個出版業被平反過嗎 有獲得補償過嗎 沒有 就了解是沒有 因為這個時間非常長 你如果交給制裁局 我跟你講台灣的出版業已經雪上加霜 剛剛我們那麼多我們的同仁 都講了出版業已經進入崩盤 好不容易有一點生機出現的時候 又在大陸被摧殘 所以我希望部長對這個議題 我會非常重視 非常重視 我們會列為行政文化匯報 我們會跨部會的努力 而且我自己的部會的責任 我們會盡可能全力來做 因為太陽花學院因為服貿開始 服貿就是因為出版業開始 那現在如果兩岸要重啟談服貿 當然要透明化 在這過程當中 我希望部長您能夠對於兩岸的出版業 你要拿捏出自己的態度跟立場出來 這樣的話才會讓台灣的出版業 獲得一定程度的一個保障 好不好 這一點我特別跟 我會特別關注 謝謝委員 一定特別跟您拜託一下 兩岸這一塊 我前一次有跟您提到 您的報告裡面沒有提到兩岸 但這次我要以兩岸的案例 跟部長講 我會盯這個案例是因為 希望部長未來在兩岸上面 他畢竟台灣是一個華人世界裡面 最自由的地方 所以有談的必要 就是說在相關這些 對我們產業的保護上面 我們的確認為應該要跟陸委會 我們會把它提列成為一項 因為台灣會是一個 最豐富的一個創作基地 所以這一點的堅持 如果你保護好台灣的出版業 就會讓華人世界 甚至影響到對岸 我這一點特別不出來 我想想法不會變 是 那最後一點 也要跟你請教的一點 是 他即將面臨要被拆除 但我希望在時間上面 能夠掌握好 就是台南的天馬電台 這台南天馬電台 他算是冷戰時期 最為重要的一個微波的天台 那麼他的環狀排列 木形這個天線 覆蓋力是世界第一 那麼包括大陸的陳光誠 盲眼維權律師 他都說在大陸他都透過陽廣 接收到台灣最好的資訊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在馬英九主政八年期間 有人認為他 是因為為了要跟大陸示好 所以我們拆除這天線 現在民進黨為了捍衛台灣的主權意識 這個天線還繼續要被拆掉嗎 他能不能當作一個文化資產來保護下來 表示你們宣誓對台灣的捍衛的一個決心 這包括了後面我強調的 台灣的一種對於民主自由捍衛的一個決心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問題 那目前就是說之前台南市政府 他們的這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跟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 他審議是沒有結果的 但是委員提醒我也非常的關心 所以後續我會請我們部裡的同仁 繼續邀集國有財產署跟台南市政府 我們繼續來進行評估跟協商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盡全力的來這個維護 我想部長我舉這幾個案例 就是希望看到部長你的決心 對 好不好 文化遺產文化保存會是未來 我覺得我們施政的重點 因為之前雲林已經被拆掉了 希望這個電台能夠繼續保留下來 好不好這點跟部長有期許 謝謝 謝謝謝謝陳委員 好謝謝部長謝謝陳委員 那今天的資訊我們就繼續交換給趙委員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對啊因為後面還有徐憶人 我們接著請吳秉睿委員 吳秉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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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秉睿委員不在 我們請蕭美琴委員 蕭美琴委員 蕭美琴委員 蕭美琴委員不在 我們請徐憶人委員 8加2 好 徐憶人 您是可能過去十 我不知道幾任文化部長以來 最年輕的 然後也是本屆 隔園裡面最年輕的 在一片灰白的頭髮裡面 您是一朵花 我也有一點白頭髮 希望以後有人打破紀錄 所以我們年輕人 聽到您要接任的時候 都是一片歡呼 那對你也有深刻的期待 那第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鄭部長 以一個最接近年輕人的 這樣子的一個部長 走入到這個政府的內閣 掌管一個國家最重要的 一個文化部的這個高位 您怎麼樣把文化帶進年輕人 跟年輕人接近 像許委員比我更年輕 所以更能代表年輕人 所以我上任前 其實也特別拜會許委員 那感謝許委員 給我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建議 那我覺得這個在我們上次的會談之後 我覺得重視青年的創意 讓青年創意成為我們文化發展 源源不斷的新生的力量 那這個是我的一個非常核心的思考 因為讓我們的文化能夠連結過去 有一個未來性 所以我們會對在這個藝文的補助的部分 我希望未來能夠對中小型 以及青年的第一禮路 我們可以有一些協助 那麼在許多年輕人關心的流行文化的產業上面 影視影產業ACG相關的產業上面 我們要有明確的政策 那麼另外對於文化體驗教育從小雜根 讓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他更有藝術欣賞 文化欣賞的能力 我們也會來雜根 那最後是說我們未來會有一個文化實驗室的 一個示範場域 怎麼樣讓年輕人從創意到製作到呈現 能夠有一個平台來支持他們 是 是 好 謝謝部長 下一頁 因為今天有幾位委員都有特別提到動漫產業這個問題 我想就動漫產業還有動漫基地這件事情 跟部長來討教 也理解您對於思考整個文化政策 您的脈絡是什麼 那我剛剛聽到您說 文化部要花47億去打造一個動漫基地 沒有 我剛剛沒有說 我剛剛特別說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嗎 跟委員來報告沒有這件事 這個可能網路上有一個誤會 47億可能是我第一次市政報告提到是 再造歷史現場 提報給國發會四年的文化保存的這個預算 所以可能被錯誤連結 那台中的動漫園區也不是文化部推動 他是台中市政府提出來的計畫 那文化部要做是漫畫基地 可能三件事被有一點錯誤連結 那對於這個漫畫基地 你怎麼用這些錢 你錢有多少 你怎麼用 漫畫基地事實上是紅部長任內 他邀集了我們漫畫界很多朋友參訪了日本 然後做過很深入的討論 那因為漫畫界現在人才快速的流失 那大概100位有出走六七十位 所以他們認為說很需要一個既有的空間 來作為創作支持跟交流展授 跨於合作的一個空間 所以同仁找了一個這個我們在華音街的 一個這個36號 38號 我們既有的一個閒置的空間 一個老的房舍了 我們如果快速的把它進行整備 那可以立即提供給他們這個空間 那一些漫畫界的朋友也去看過 他們也覺得那個location有它的意義 因為在永樂市場旁邊 然後很多這個漫畫同仁制的朋友 都會出入…就是說會經過的一些地帶 所以他們覺得很適合 所以目前同仁有提出預算 那大概總共是四千萬 包含軟硬體的整備跟未來 比較重要是軟體的支持計畫在裡面 那這個支持計畫包括創作的支持 包括這個漫畫平台的支持 雜誌跟出版 那包括跨域合作的這個支持 所以它是有一個多元支持的計畫 好 部長這一點我給你相當的肯定 那也希望這個漫畫基地這一個東西 它不但要打造一個實體的實驗空間 也要打造一個虛擬的平台 幫助我們台灣的創作者走到國外去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事情是 如果我們台灣的文創產業 都用園區的方式在操作 我們其實跟大陸沒什麼兩樣 中國大陸是在搞文創地產 但是以台灣的現況 我們沒辦法一個地方 有那麼多的文創園區 相信部長也非常的理解 所以我很謝謝委員今天提 讓我有機會說明清楚 這是三件事情 被誤會成一件事情 就47億 然後動畫園區跟漫畫基地 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我想部長這因為外面有很多的誤解 目前我目前部裡並沒有 這個動漫園區的計畫 那個是地方政府 剛剛包括何欣存委員 包括黃國書委員 他們有提出來說 那個是台中市政府 他自己主動要做的 那我會進一步來了解 就是說台中市政府 他也有影視基地 那他也有這個 他可能是比較聚焦在動畫跟遊戲 那是不是我們再來跟他們討論 他們建議他們是不是可以整合 部長您關注的點啊 我希望是放在說 內容 對 內容還有鼓勵源頭的創作 然後平台 第二個事情是 因為未來台灣五年以內 會有很多的超大型的旗艦基地出現 包括表演藝術中心 包括南部的這些藝術中心 包括這些動漫基地 怎麼樣防止這些地方呢 要有內容 content的置入 而不是成為文子館 我想部長您的聰明才智 這部分您要多關注 其實會商就有談過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未來過去 2000到現在我們蓋了很多 文化建設的硬體設施 我想未來我會以振興內容 來提升這個場館營運的 這個內容的經營為目標 或者是把這個硬體的錢 把它轉往這個有形文化資產的修復 跟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再現 所以我想我大方向哲學是這樣 好 謝謝部長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頁 那今天我們談出版業嘛 那也謝謝部長這麼關心 這個閱讀啦齁 請教一下部長 您知道每 國人每年平均買書的數量 現在是幾本嗎 應該是四本 我再確認一下齁 好 我剛剛有看到 大概是不到五本齁 四本 四點多 數量我們不用去追究 反正就是非常的低啦齁 跟其他這個歐洲國家 或甚至於跟日本的比較起來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部長啊 出版業的崩壞 出版業的沒落 到底是因為沒有人閱讀了 還是創作變少了 那這中間工需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好 各位委員報告 然後他有內外的挑戰 外部挑戰當然少子女化 然後我們的閱讀沒有持續的去提升 那以及數位閱讀型態的改變 這是外部的挑戰 那內部的挑戰說 他產業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這個折扣站 那麼造成惡性循環 然後折扣站扣掉的這些利潤 就是說這個 讓出版業跟創作者 他的經營困難 那也因為折扣站 讓小型通路書店 他生存困難 所以造成一個惡性競爭 那讓書跟讀者距離越遠 因為書店越少 那麼大家就距離越遠 所以看似以為說折扣站有利於買書 但又沒有看到這樣的結果 因為有些是拉高了售價 所以消費者事實上也沒有真正享受 因為我們書價也是有略微上升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面對說 外部環境怎麼帶動閱讀 讓它可以成長 那內部的產業的惡性循環 要把它扭轉 惡性改成良性的循環 他才有辦法再提升起來 部長有兩點請你關注 第一個是我們怎麼鼓勵閱讀 怎麼樣在一年內 把人民買書的數量提高 我覺得這是重點 有人消費 就這個產業就會起來 對 這是最基本的 那第二個是如何鼓勵創作 從這兩個部分去下手 那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最後我想再提一個事情是 部長請你關注一件事情 我們的印刷業 正在徹徹底底的消失 出版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連動的一個產業就是印刷業 因為我們服貿的這個部分沒有談起來 所以我們印刷業的這個部分 其實從頭到尾 我們不但沒有成長 而且不斷的在萎縮 現在就說一件事好了 印一盒名片 100張都有30塊錢 這樣子 消價競爭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那我希望部長關注一件事 在全世界的書展啊 無論是法蘭克福 或是韓國首爾 或是新加坡書展 各個國家的印刷的業者 都有去當地去搶單 去接單 去希望拿外國的訂單 可是呢 我跟很多個出版社聊 也跟很多的印刷業者聊 我們都沒有去 政府都沒有幫忙這些印刷業 讓他們可以走出台灣 我們台灣的印刷技術 難道沒有優勢嗎 我覺得是有的 我們的設計那麼強 為什麼可以設計強 而且可以印得出來 表示我們的印刷業非常的強 所以這部分請部長關注 好 我會來注意 那這部分是不是也請部長 可以就整個一個出版業 因為我沒有看到你對印刷業的 目前因為我們在台北書展的部分 有協助印刷業在裡面設展 參展 台北書展有 但的確走出去的部分 是比較沒有 所以委員提醒這部分 我們未來會來注意 部長關注 那因為我還有 包括文化IP 還有數位出版的東西 我是非本委員會的委員 沒有時間質詢 那我希望 我會把這部分 當成書面質詢 好 給部長 那這部分我非常的 謝謝 我會提供書面的答覆 或有機會也會跟委員來請教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我們接著請盧秀燕委員 盧秀燕委員 盧秀燕委員 不再請 鄭天才委員 鄭天才委員 不再請 林俊憲委員 靖憲憲委員 不再請 林德福委員 不再請陳曼莉委員 陳曼莉委員 不再請陳一鳴委員 陳一鳴委員不再請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不再請賴斯堡委員 賴斯堡委員 不再請岩寬恆委員 岩寬恆委員不再請 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不再請廖國棟委員 廖國棟委員 不再請管碧琳委員 不再請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不再請羅明財委員 羅明財委員不再請 王惠美委員 蔡亦宇委員 蔡亦宇委員不再請 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不再請 李彥秀委員不再請 邱志偉委員不再請 簡東明委員 簡東明委員不再請 周辰秀霞委員不再請 陳賴樹梅委員 陳賴樹梅委員不再請 徐真衛委員 徐真衛委員不再請 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不再請 李彥林委員 李彥林委員不再請 邀文志委員 張立善委員 李彥林委員 朱姆委員 主席 議工人 朱姆委員 朱姆公орд 王惠 李彥林�ö 李彥林青 郭榮 時間了 事實上我的主題很清楚 就是這個出版的困境 我想剛剛很多的討論都有 我想非常感佩 教育委員會委員其實都對討論問題的深度 其實都非常的深而且廣 那我也看了文化部的報告 不管是跨界的媒合 跨域的合作 怎麼樣來促進閱讀這些工作 我相信新部長新氣象 我們幾位次長也都是學有專精 紅酒書可以多推一點 那我們也希望說未來有一個新的光景 因為出版業畢竟這幾年 我統計了一下 每年平均從2009年這五年以來 每年平均是少了140架 也就是出版生產甚至印刷 它上下游的各種的產業 那從2010年其實逐漸是衰退停滯 我想這是總體的現象 但我今天特別要來討論的是台北市 台北市 我想部長雖然年輕 但是應該還記得台北市過去有幾家 有幾個書店街吧對不對 還記得 重慶南路 重慶南路 我高中的時候 每天放學都經過重慶南路 流連忘返 好 這個妳是在看書 看書那時候沒有多少錢買書 我們可能做別的事也是流連忘返 那沒有關係 其實書店還是代表著一個城市 不管它是文明 不管它是浪漫 它代表著城市的一個書鄉文化的氣息 這書店街 我想在場應該沒有人會否定它的價值 我想不管是要鼓勵出版 或者是協助創作 甚至是帶動整個城市的發展 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部長妳知道現在重慶南路剩幾家書店嗎 現在的確重慶南路書店 書街整個在消失中 那有一些背包客旅館等等 就是真的幾乎快消失了 我們想像的書店 我們過去想像的重慶南路是有100多家 那有的是百年的書店 那即便它現在的經營面臨數位化 或者是其他的挑戰 現在協會統計好像大概剩20家吧 20家左右 左右 對 所以到底還算不算是書店街 我想都變成是一個問號 因為恐怕現在賣皮鞋的跟賣餐飲的都已經超過 我們還有其他地方 像二手書店 像光華商場 光華商場過去有二手書店 後來很多的電腦的零組件 或者是裝配 後來它就逐漸變成光華新天地 又被宣傳成為台北的什麼 跟日本那個地方 台北的秋葉園 那你知道書店跑到哪裡去了嗎 書店轉租 但是泛黃的古書 那些舊文物 它其實還是在一個都市的氛圍裡面 還是頗值得尋有仿勝 但是現在剩下三家 那有的到旁邊去 恐怕也不出十家 孤嶺街 再更早 我直接告訴你 才剩不到五家 剩不到五家 那最近台北市 本來在過去的幾任市長 有推動一個叫做中山地下書街 結果它又面臨了 現在對租金的想像 對捷運周邊環境的經營 這個現在的市長 他的看法不一樣 結果書店 書店它當然也是逐漸減少 但是它的租金也增加 也就是說 舊的書店街 它逐步在消失 新的 或許我們因為天氣炎熱 或許因為捷運便利 中山書店街 我覺得 坦白講我覺得 雖然它一開始的環境 並不是太好 但是它逐漸 它現在又面臨了一個 又要 可能又要面臨消失的一個挑戰 如果這些加起來啊 我們再加上台大 師大附近大概還剩下四十幾家 台北市喔 台灣的首都 會變成是一個沒有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哪條街是代表 代表說台灣的出版 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這個 會 這個書籍 然後匯集我們的 就是各種人文匯粹 各種智慧的一個所在 我其實很擔心啦 我其實很擔心 就是 今天既然討論出版的困境 那我其實來這裡提出 文化部注意到了跨界 注意到了跨域 恐怕這個跨域喔 要跨出這個每個城市 因為剛剛我看 大家提到動漫基地 每個城市 其實是每個城市的主張跟做法 那台中市 當然也可以去這個競竹這個龍頭 那後面當然文化部的協助 但是做台北市 做一個首都來講 過去有那樣的一個傳統 卻逐漸消失 我想這件事情 不管是站在 有一個指標性的街道 有一個出版業匯聚的所在 然後來帶動整體出版業 或是換一個角度 就整個都市的風貌 都市的這個 這個我們所必須 停住的這樣的一個角落 我想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剛剛有私下問一下 我說這件事情 這個台北市政府跟文化部有沒有討論 我不知道 前部長不曉得有沒有討論 那新部長剛上任 剛上任我想大概還沒有開始 應該沒有吧 我剛剛問過同仁 過去跟台北市政府討論不多 應該討論不多 台北市向來有這種慣性 不好的習慣 好像問到什麼 台北市都不跟中央討論 但是不討論可以啊 做得好就不用討論 但是如果是書店街 逐漸消失 那這個我希望 我希望也不要有中央跟地方的 我們可以主動 這個本位主義 我想 我們會主動跟台北市都發局文化局 像我順便再提一下 剛剛講淮英街 淮英街那個是我的選區 交通雖然方便 但是現在地方上 像圓環的利用 地方上有一派聲音認為說 做動漫基地並不壞 因為老台北 旁邊是寧夏夜市小吃 再不遠 永樂市場 永樂市場其實提供同仁活動 動漫活動的一個非常 非常活潑的 非常具有活力的 這個等於是 後線的作業 那一邊的古城區 再用最前衛的 最年輕的 最新潮的 這個動畫進駐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衝突的美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 之前的確沒有想到 因為之前我們是從部裡面 既有的舊房舍來 來做思考 這當然不會想到 因為台北市政府也還沒決定 現在地方 有些這樣的看法 那我認為這距離裡的 華燕街基地也蠻近的 其實這都是步行的範圍 另外有一個 民生東路 這個中山配銷所 過去燕酒購賣局 其實台北市政府 做了駐村 藝術家的試驗 做了很久 但是一直起不來 最近好像要招標 又標不出去 我覺得 我覺得台北如果有動漫基地 或者是其他的各種新創 有關於文化新創的這樣的一個基地 那個地方 也可以跟國產署 我覺得再談一談 總而言之 我希望 不管是書店街 不管是動漫基地 不管是整個文化影視各方面的發展 那我希望文化部能夠跨出這一步 其實可以主動 可以主動 可以主動跟地方政府 來做一個整個資源的協調跟分配 我希望在部長的任期內 部長的任期內 台北市再找一條 讓書店街再恢復起來吧 好不好 我們主動來跟台北市 這個影片給大家看 現在只剩下照片 沒關係 大家自己上Youtube去找 這個 像日本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 文化部跟整個市政府 跟首都來結合 帶動台灣的出版 我們主動來討論 謝謝 主動來跟台北市政府討論 謝謝 前新聞局長 謝謝 他對出版很懂啊真的很懂 好 我們 對以前主管的 我們現在請林靜宜委員 林靜宜委員 你沒有錯啦 姚恩做得很好 好 林靜宜委員不在 好我們今天 尋答的委員 都已經結束 劉世方委員的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關於今天議程做如下決定 一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基本委員會 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 重啟指定 二 公安報告及巡達結束 我們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報告委員會現在有委員會提出臨時提案 總共有兩案 現在宣讀第一案 第一案 我跟兒童全力公約國內法化 經過國內兒哨哨團體經過多年的推動 終於在2014年5月20日 與立法院三讀通過 《歐童全力公約施行法》 立法院並於同年11月20日 國際歐童人權日當天開始施行 歐童全力公約確立歐童是權力的主體 而非國家父母的附屬品 因此我國的文化政策 應將視為歐童為獨立個體 納入相關文化政策之中 目前我國正在進行歐童全力公約國家報告 我要統治國家未來的資本 應該要接受屬於這塊土地 歷史記憶以及文化根源 建前文化部應勇於認識 將相關應付者條目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 同時為此創分納入兒哨意見 建前文化部未來辦理全國文化會議 應邀請兒哨參參加會議並採納兒哨意見 以擬定符合全國國民福祉文化政策 提案委員李立芬 建主任委員中嘉賓何欣淳 請問提案委員有沒有補充意見 補充說明沒有 文化部文化部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尊重委員提案 那我們就招案通過 請文化部辦理 好我們現在第二案 第二案針對圖書統一令價政策 剛剛有錯一個字 這是立法沒有院 這是在第三行 這個通過施行法立法 然後那個院去掉 好的 不好意思 第三行那個立法院的院子拿掉 好我們就修正後照案通過 好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案 第二案 針對圖書統一定價政策推動 依據世界其他國家執行成功及失敗案例顯示 政府必須延遇配套措施並衝動與社會大眾溝通利弊 因此文化部應召開多場公聽會 除邀請專家學者出版產業代表參加以外 同時應邀請社會大眾參加 並將其意見納入原意圖書統一定價政策 創造讀者以及出版業者雙贏 我會讀者成為唯一的輸家 目前文化部正委託學者進行影響評估報告 請將讀者影響評估一併納入研究之 重上 建前文化部未來將專家學者研究報告 以及公聽會召開的相關紀錄整理後 向本委員會提出順便報告 提案人委員李立芬 林曙倫委員 宗嘉賓何欣淳 請問提案委員有沒有補充說明 沒有 文化部有沒有意見 遵照辦理 好 那我們就照樣透過 並請文化部辦理喔 報告委員會今天的議程處理完畢喔 那我們禮拜三就變更議程 改這個省這個教保人員服務條例尋答 好 那我們現在就休息 謝謝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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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